这是刚刚完结的一部悬疑韩剧 讲述了在社交平台上激烈角逐幸福的妈妈们 相互对决的故事 故事精彩下饭 本期小帅就为大家解说这部 幸福battle 故事开始 女人名叫玉珍 她是一个蓄荣心极强的女人 这天请保姆来家里烹饪好看的饼干 然后拍了照发在社交平台上 不过做饼干并不是为了吃 而是为了拍完照后送人 玉珍是个左撇子 她带着礼物优先来到静雅姐家 因为静雅认知孩子就读幼儿园的家长委员会会长 静雅将饼干掰断 玉珍见状一下就变了脸色 因为这样会影响发射交圈 紧接着 玉珍又带着礼物来到楼上的内音家 纳音开心地拍了好几组照片 并称挑了一张最漂亮的 其实三人的关系 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好 玉珍正在电梯里看左脸上的巴士 静雅姐发布了一条关于饼干的动态 唯独没有提起是谁送的 玉珍在下方留言 姐姐好像忘了写这是我送的 这边刚回复完 那边的内音也更新了 故意配了一张玉珍闭着眼睛的丑照 玉珍强忍不满 稍显怪罪的咸饼干看起来都歪了 然而三人的争斗还远不止于此 他们在养娃上激进变态 这天下午幼儿园放学 玉珍发现女儿智律躲在柜子里 她赶紧解释 一定是昨天和爸爸玩捉迷藏太开心了 也想和老师玩才这样的 幼师好心提醒 最近智律看起来有点忧郁 没想到玉珍不仅觉得在家没问题 还反过来怪幼师照顾不当 因为她知道幼师刚刚入职两年 目前仍处在学习阶段 这次园长叫各位妈妈来 宣布将要通过简单的事情 选拔出演音乐剧里的白雪公主 然而作为男孩子家长的敬雅率先阴阳起来 毕竟公主只能学女孩子 玉珍听后认为很公平 因为去年的演出以男孩为主 这时内音自顾自的唠叨 音乐剧肯定对唱歌好的孩子更有利 考虑要不要送女儿去音乐学院 院长急忙出来打圆场 表示会多方向选拔 玉珍拥护她的说法 觉得那样定会很公平 然而所望的妈妈开口了 说不能发生和两年前一样的事 说吧还不忘看向玉珍 知情的又是透露 两年前有次选拔儿童模特 原本所望已经选上 可是后来又重新选拔了 因为智律对花生严重过敏 有人在试镜前给她喂了花生糖 结果闹出了公平性的问题 全体妈妈们都起义了 最终智律也没能选上 被其他孩子作收鱼翁 不过现在已经不在这里读书 回到家 玉珍对女儿表达了真实的想法 她特别想让智律演白雪公主 因为发在社交平台上 大家都会羡慕 另外一边 地银行正挑选社交平台 全家照片活动 本次活动的负责人叫张美胡 同样是个左撇子 她一眼就看到玉珍的稿件 由于美胡平时 不怎么与同事聊自己的过往 所以大家火也没在意 不过她与玉珍之间 似乎发生过什么事 在美胡与妈妈合照的后面 加了一张她和玉珍的照片 二人应该认识 还是很熟的那种 第二天 因为人手不够 美胡不得不亲自联系玉珍 然而对方似乎没有听出来是她的声音 结束了女儿的辅导课程后 玉珍在电梯里发现了内因家的快递 里面装的分明是内因女儿的礼服 一个阴毒的计划出现在了玉珍的脑海中 她从楼梯飞奔到了18楼 这时静雅的电话打了进来 玉珍谎称女儿身体不舒服 推掉了家长聚会 因为静雅家是男孩 所以在原定的剧本里增加了王子的戏份 但被挤掉过名额的所望妈 只想探讨公平性方面的问题 一转头 玉珍在储藏室里一边哼着小曲 一边用剪刀毁了内因女儿的定制礼服 或许这样 就没有人能和她的女儿争白雪公主的角色 做完像个没事人一样回到客厅 特地拍下了女儿练习的情形 并发布了社交平台 有人夸孩子嗓音好听的 也有人支持加油的 然而静雅流言致律的个子要比同龄人矮 阳音粗的像大叔一样 看到这样的言语 不回击都不符合玉珍的性格 他立刻翻到静雅发布儿子的动态下 流言期待孩子明年的表现 又跑到内因女儿的图文下回复道 红色并不适合她的女儿 很快校内选拔开始了 内因的女儿因为没有礼服哭着气场 其他妈妈有一个算一个笑得特别开心 而偷偷培训过的志旅 表现得大方自然 唱歌时气息也很稳定 顺理成章地迎下了出演白雪公主的名额 然而内因心里却一万个不服气 选拔结束后 玉珍邀请其他妈妈带着孩子去游泳馆 探讨怎么和配角们搭习 失了面子的内因直接就拒绝了 这时索望妈称愿意代替她去 玉珍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然而这一切都是索望妈报复的开始 明明自己的女儿唱歌更优秀 两年前和今天都是 这边的内因直接找到小区监控室讨要说法 然而玄关门前的监控 因为有业主投诉侵犯隐私早就拆掉了 所以没能拍下是谁偷了快递 电梯里只拍到玉珍母女在十楼就下去了 不能仅凭看了一眼就认定是她偷的 但是内因在监控里发现了个秘密 一转头她就把这件事告诉给了静雅 其实这俩人都想重新举办选秀 奈何找不到两年前和玉珍一样的理由 再加上院方和评委都很看好之律 原来内因看到玉珍带着孩子偷偷培训 而培训的老师和评委是同一人 听到这话 静雅似乎想到了重新选秀的办法 游泳馆这边妈妈们都忙着拍照晒在社交平台 给孩子们点零食的活落在了索旺妈的头上 然而她却故意点了带有花生的炸鸡 就在用餐之前 玉珍发现有个叫张美胡的用户关注了自己 让她不禁地想起读书时候的事 然而耽误的这么一回功夫 智律就咳嗽不止 呼吸困难 大家这才发现炸鸡上有花生 就在万分紧急的时候 孩子打了一个格好啊 索旺妈不明白 之前听说智律花生过敏很严重 不应该脖子立刻肿起来吗 玉珍慌慌张张地留下一句去医院 带着孩子就走了 索旺妈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回到车上玉珍呵斥女儿 让她记住对花生过敏 可当母女一行人来到医院门口 玉珍只是拍了张照片 发在社交平台上 并配闻女儿经过治疗已无大碍的文字 原来智律对花生根本就不过敏 可玉珍回到家倒垃圾时 遇到了内婴和另外一位妈妈 她刚想上前打招呼 静雅就在家长群里发布了孩子们吃炸鸡的视频 恰好那阴二人没去游泳馆 见到这个情况 这才反应过来 两年前玉珍为了让女儿重新参加选拔 撒了这么荒唐的谎 她俩甚至怀疑玉珍社交平台上发布的都是假的 再加上这次白雪公主的选秀 玉珍是越听越气 就在这时 美胡的电话打了进来 她认识这个号码 和上次来的一样 玉珍直接挂断了 她似乎特别紧张 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反倒是美胡 翻看玉珍发布的动态 感叹她怎么能过得这么好 玉珍一边猜不透美胡想干嘛 另一边回想那阴说的话 她独自走进储藏间 拨通了美胡的电话 然而两个人客套话还没说完 玉珍老公就回到了家 玉珍赶忙着急地挂断电话 其实接到玉珍的电话 美胡也非常紧张 手都不知不觉地有些妈了 玉珍在储物间里抬出一个收纳箱 从里面抽出一本相册 上面是她和美胡的合照 然而玉珍没看几眼就心有余悸地合上了 第二天 美胡按照定位来到一家茶馆 二人刚见面 玉珍就询问联系自己的目的是什么 然而还没等美胡开口 她递上来一个礼物盒 并叮嘱慢慢看 紧接着起身离开了这里 可一坐上车 玉珍像获得赦免的一样长舒一口气 礼物盒礼装的是三百万韩元 美胡定睛一看立刻追了出去 恰好玉珍的车刚刚开走 她坐上出租车就追了上去 期间美胡怎么打玉珍的电话 不知道是紧张还是没听到 那头就是不接 她一路跟到公寓楼下 玉珍刚到家就收到了美胡的短信 要她立刻下楼 玉珍来到电梯口 发现静雅带着妈妈们正走过来 离美胡没有多远的距离了 便赶紧发短信让她来十楼 说来也巧 静雅一行人在大厅门口时 两位妈妈有些紧张 就是这个空隙 美胡已经到了十楼 而静雅她们刚开始乘电梯 玉珍看电梯显示正在上楼 提议到家里在聊 美胡着急把钱还给静雅 就在静雅一行人走出电梯时 玉珍一把将美胡扯进了家里 美胡将礼物盒还回去就想离开 然而玉珍没接吻 钱洒的一地都是 玉珍老公听到响动 想看看发生了什么 屋里的美胡又着急出去 而门外也被夫人们堵住了 玉珍拜托美胡不要出声 抢先一步拦住丈夫 把沐浴液递到她的手上 催促气赶紧帮孩子们洗澡 打发完丈夫 玉珍快步走到玄关 美胡等自己送走客人再好好谈谈 然后打开了房门 解释自己身体不舒服 没等对方回话就关上了门 然而静雅已经看到了地上的现金 其他人明显有些不满 奈因更是想问得清楚 但是却被静雅给拦了下来 她似乎看出来玉珍隐瞒了什么事 带着一行人就离开了 屋里的玉珍听到电梯的声音 这才松了一口气 她慌乱地将地上的现金装进鞋柜里 确认外面没人后 打算带美胡离开再说 没想到静雅居然折返了回来 三人面对面地碰个正着 美胡解释玉珍在银行举办的活动中中奖了 这次来是沟通拍摄海报的 其实静雅已经证实了她的猜测 没有多说什么就走了 直到这时美胡才反应过来 玉珍怕的是自己担心曝光关于她以前做的事 那些钱则是作为封口用的 美胡奉劝玉珍 如果不想以前做的事被公开就乖乖地闭嘴 说爸也离开了这里 这可把玉珍给气到了 回到家 她努力地挤出微笑融入到了生活中 丈夫怕总是把家里幸福生活的照片 晒在社交平台上招人嫉妒 第二天 银行主任公布 副行长决定不和一等奖的家庭拍照 直与网红中奖人玉珍合作 拟定方案的工作落在了美胡的身上 当晚她下班回家时 被玉珍给悄悄地盯上了 这时静雅发来短信 因为最近妈妈们都议论纷纷的 所以希望玉珍可以挽回些什么 第二天 玉珍就拜托院长召集了妈妈们 她出人意料地宣布女儿放弃白雪公主的角色 同时希望其他小朋友也都不誓言 并提议制作几台短的舞台剧 让每位小朋友都演主角 其中剧本 服装 舞台以及餐饮全由自己家提供 这个提议立刻得到了所有妈妈们的拥护 然而回到家 玉珍气就不打一出来 难得让女儿出面的机会没有了 她忽然想起美胡说的活动 眼睛一转想到个更好出名的机会 于是抄起电话打给了地银行的主任 表示愿意接受邀约出席拍摄 很快舞台剧如期而止 入场前美胡打电话给玉珍 可是她却没有接 发的短信也没回 另外还有几处细节 奈婴的老公似乎有意躲着玉珍 远远地看到她就停了下来 以老婆穿着随意让她回去换围油拖延入场 其实为了保证女儿得到最好的资源 玉珍不仅搜集同学家长不可告人的秘密 还分开文件夹保存 并且单独设置了密码 有内婴丈夫接吻红颜知己的照片 还有看上去老实的所望妈举报的文书 神秘录音 而静雅的老公是个事业上升期的小奶狗 这人的工作平时都是靠静雅的背后支持 临开场前 幼师从卫生间急急忙忙地返回后台 凑巧的是小奶狗同一时间从卫生间返回座位 原本舞台剧举办得非常顺利 可意外还是发生了 女儿摔倒在舞台上 还说不要打我 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孩子妈妈的身上 玉珍快步走上台 用眼神制止了打算上前帮忙的幼师 赶紧用身体挡住了女儿 然而刚到后台 玉珍让索旺妈不要太在意 还称小孩子本身就不会调节力度 再加上索旺有点激动 被索旺的魔法棒稍微打到一下 因为没有预想到 所以我女儿吓到了 说完这些 还大度地表示没关系 并重重地捏了一下索旺妈的肩膀 甩完锅后转头就走 被冤枉的索旺妈立刻追了上去 因为她清楚地看到女儿没有打到人 这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玉珍见状话锋一转 关心索旺肯定也被吓到 叮嘱索旺妈告诉孩子 毕竟都是从失误中成长起来的 索旺妈一把拉住玉珍 她不明白为什么要污蔑自己的女儿 凭什么说是索旺打到的 玉珍装模作样地捂住了女儿的耳朵 霍达地表示就这样算了 可索旺妈彻底被激怒了 几乎嘶吼搬到处 玉珍编造女儿花生过敏 说了不止一两次假话 不要自以为没有证据就可以编造谎言 演播厅里有监控摄像头 刚刚拍摄视频的父母也有很多 她倒要看看索旺有没有打到人 这时另一位家长拿着视频走上前 然而还没等她开口 玉珍抢先表示孩子们被吓到了 现在不是追究对错的时候 索旺妈认为她在转移话题 这时玉珍拿孩子当挡箭牌 让索旺妈好好想想就和老公离开了 那因没搞清发生了什么 静雅却笑了起来 索旺妈委屈的牙齿都快咬碎了 玉珍老公回去时不停地问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而玉珍怕被监控发现 让她回家再说 刚进屋 玉珍让女儿开始画画 因为从孩子的画中可以反映出很多成长中的不足 比如用一条线画的单条直干 反映了挫败和无力感 而果实代表着上进心 就在这时 一通电话打了进来 玉珍没仔细看来电号码就接了起来 电话那头是美胡 就在这个空隙 玉珍老公被孩子画的画吓到了 画里女人穿得很少趴在地上流泪 而男人手里拿着棍子似乎在尸包 最终玉珍同意参加地银行的拍摄活动 一转眼就带着孩子来到拍摄现场 她自己怎么能放过露脸的机会 拿着手机开始直播起来 另外一边 索旺妈拿着视频找到园长 控诉女儿确实是被冤枉的 然而园方的态度是不追究责任 平息就好 索旺妈在离开时恰好遇到了内婴 便将演出事故始末告诉给了她 与此同时 玉珍的小女儿突然摔倒 似乎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了 美胡一把推开玉珍 立刻做起海姆立刻 每两下一颗糖掉在了地上 然而玉珍不仅没有感谢她 还怪制作方准备了这么大的糖 说她当年差点害死自己 今天差点害死自己的孩子 美胡听到这话似乎想起来什么 整个人像泄了气一样 玉珍头也不回地带着孩子们往外走 她整个人的状态把孩子都吓坏了 奈因得知舞台事故后就开始造谣 觉得玉珍的女儿经历了什么 她认为孩子有可能被魔法帮下的 请不要打我这种话也有可能说出口 但是我错了对不起就很奇怪 恰好被带着孩子买蛋糕的玉珍给撞见 玉珍也不听奈因的解释 警告造谣的人 她绝对不会让家人承受羞辱 无论是谁 定会让传播谣言的人付出代价 这可把内因吓坏了 她立刻给静雅打了通电话 然而静雅知道她这个人大嘴巴 眼看求静雅没用 那因又打给律师老公求助解决的办法 玉珍回到家 给小女儿受伤的膝盖贴上窗壳贴 并且拍了张照片发布到社交平台上 表示孩子的健康最重要 决定以后不拍广告了 不知道是觉得对不起美胡 还是真心心疼女儿 玉珍竟然哭了起来 然而一转头 冷静过后的她做了个决定 撰写了美胡的黑料 第二天品牌方寄给玉珍几个太阳眼镜 她刚刚发布照片 静雅和奈英纷纷留言好看 羡慕能收到礼物的人 一转头玉珍就像以前一样 将眼镜送给了二人 好像他们之间不曾发生隔阂 虚伪的外表下不知道隐藏着什么秘密 当晚美胡翻看玉珍的动态 恰好翻到小女儿膝盖受伤的那条 她心里有些过意不去 特地买了蛋糕决定上门道歉 可是怎么打玉珍的电话都没人接 但是玉珍的账号刚刚更新了一条动态 大概意思是孩子不在家 郑和老公二人世界 也就是说人在家 美胡把蛋糕放下暗响了门铃 玉珍却让她滚 美胡觉得玉珍太过分了 可玉珍像换了一个人 张口就希望美胡去死 紧接着就关上了门 任凭她怎么敲就是不开 美胡也有些生气 刚走到楼下就接到了玉珍的电话 起初她以为是谁的恶作剧 可对方说了句删掉就挂断了 再回播过去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 美胡没有多想转头就向家的方向走去 第二天社交平台上炸锅了 听说一个很火的女网红离其死亡 而那个人正是玉珍 接着警察就在案发现场搜集到作案的凶器 孩子画的碎片 以及她使用过的手机等证物 其实美胡妈和玉珍爸是重组家庭 还在读小学的孩子们成了一副一母的姐妹 起初二人因不属感情并不是很好 直到那天美胡考试得了92分害怕被妈妈骂 玉珍了解情况后 果断地将自己满分试卷改成了妹妹的名字 至此姐俩的关系才有所缓和 玉珍的葬礼上 小女儿下绿缠着美胡 让她给完偶编一种叫啾啾便的发誓 因为妈妈说过美胡才是真姨妈 这时阔太妹也来吊咽了 其中一人感叹玉珍实在是太可怜了 可静雅表现得非常淡定 反倒是内应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然而祭奠时还好好的静雅 在家属搭理的瞬间哭了起来 可其身后立刻恢复如初 并对玉珍的公共表达了最沉痛的哀悼 紧接着余光一瞥 看到了作为家属的美胡 据同情的妈妈了解 她应该是玉珍的姐妹 静雅回想起 明明那天美胡否认了二人认识 原来玉珍爸已经过时 公共寻思家属位置太空 才拜托美胡过来的 丧礼结束后 几位妈妈打算拍照发圈 被静雅给制止了 而这时所望妈才匆匆赶到 而美胡认出了她 原来二人以前在同一家银行共事过 因为美胡从不提及个人私事 所以所望妈才不知道 直到目前为止 除了美胡的副手 现任公司里的人都不知道这层关系 而玉珍死亡案警察 也是秘密调查没有公开 导致各界传闻不断 这里有个细节 玉珍的遗体火化时 美胡特别伤心 毕竟曾经是姐妹 那英却显得有些不耐烦 而静雅似乎特别心疼玉珍的孩子 偏偏下绿又很依赖美胡 操断完一切后 公公拜托美胡照顾孩子们一到两个月 因为保姆只工作到这周末 立刻找个全职的也不容易 就算等到玉珍老公苏醒 也需要住一段时间的院 然而美胡觉得已经尽到了小姨的责任 不能因为所谓的责任心和同情心 就轻率地把事情拦下来 再加上她也不喜欢小孩 当晚 警察再一次找到美胡 想了解玉珍电话里最后说了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美胡没有告诉警员 其实她自己也不清楚那三句话是什么意思 美胡尝试在玉珍发布的动态里寻找答案 却意外地发现奈英曾留有恶毒的言论 说玉珍夫妇都是疯子 美胡结合白天祭奠时奈英的表情 以及她发布过的动态 猜测这俩人的关系并不好 第二天一早 奈英显得格外慌张 静雅叮嘱奈英 只要表现得和其他人一样惋惜就好 不要因毫无用处的负罪感把事情闹大 原来玉珍给静雅看了她的神秘录音 也将奈英丈夫找红颜的照片公开过 一转头 静雅提议带下律和治律去种回忆术 并邀请了幼师和保姆 就在即将放下树苗时 静雅突然制止 提议让孩子们来完成 然后趁众人不注意将一个东西埋了进去 紧接着拜托幼师将树苗种好 做完这些后 特地邀请玉珍家的保姆好好谈一谈 看得出来她很嫌弃 保姆边吃边抱怨 玉珍的老公在医院昏迷不醒 孩子的爷爷医院家里两头跑 致使自己下班时间每天都很晚 静雅试探性地问保姆以后有什么打算 因为孩子的小姨不愿照顾 再加上爷爷年纪大照看不了 这让保姆很苦恼 静雅听到这话 与难英对视一笑 她强调和郁静的关系很要好 可以照顾孩子 就像亲姨妈一样 紧接着给保姆介绍了一份工作 并递上一达现金 算是预先支付的工资 另外一边 自从得知了美胡和郁静的关系后 公司群里疯传她因贪图家产 故意杀害姐姐姐夫的谣言 不过美胡还不知道 主任因此是单独找她谈话 在银行不是工作优秀就行的 所以她提议 在事情结束前最好还是先休假 但美胡没有接受建议 返回公位后 郁珍公共打来一通电话 有件事想拜托她 没等美胡回复就挂断了 原来是委托她照看志律和夏律 其实这里看得出来 孩子们之间没有矛盾 她俩和索旺的关系非常好 这时静雅接了孩子 恰巧撞见美胡和索旺妈聊天 索旺妈见状立刻装作找东西的样子 索旺妈坦言 在郁珍出事之前和她闹得不愉快 妈妈们认为是自己对郁珍心怀怨恨 简直把她当成了犯人 大代律师被某个有心人当成了挡箭牌 静雅发现早上中的树不知道被谁给损坏了 她最先想到的就是美胡和索旺妈 恰好索旺妈的鞋子上沾有泥土 有位妈妈提议救出当事人 然而静雅却不以为人 反正郁珍已经死了 索旺妈告诉美胡 如果自己是警察 一定会先调查那些妈妈 说吧看向了静雅 恰好静雅也看向她 吓得她立刻走到孩子旁边 静雅预约了水族馆的表演 想邀请智绿和夏绿一起去 并称已经征求了孩子爷爷的许可 既然这样美胡也没有反对的理由了 夏绿想让姨妈也去 静雅抢先回答 美胡去不了 带着孩子们就走了 美胡在回去的路上总感觉有些不放心 就在她上公交车的前一刻 不自主地回想起孩子们渴望的眼神 于是飞快地折返回幼儿园 不过人已经不见了 她又飞奔到停车场找到了静雅 前往水族馆的路上 静雅再次强调她和玉真行同姐妹 对孩子们来说和亲姨妈没有区别 没过多久 一行人到了水族馆 智绿手上的不偶不小心掉在了地上 静雅想放在孩子的书包里 可是不偶太长放不进去 她一把揪下不偶的头 这个行为给智绿吓哭了 美胡见状将玩具修好放进了自己的包里 不知道是有些尴尬还是生气 静雅自顾自地先进场了 因为她包下整个场馆 所以招呼孩子们坐得宽松一些 可刚坐下 另外幼儿园的幼师带着孩子们走了进来 原来场馆都是人工预约 导致预约重复 而工作人员希望可以一起参观 可静雅花了包场的钱 并且反复确认过是否成功预约 明明是场馆的错 反倒让自己承担后果 静雅气冲冲地带着孩子就走 其他妈妈健壮 也带着孩子跟着离开 可智绿和夏绿非常想看表演 然而话还没说完 就被静雅扯着往外走 美狐立刻拦住了她 拜托可以让孩子们看演出 美狐却说这种情况没办法再看演出 其实美狐早就看出来扫兴的人是静雅 却非说是为了孩子 然而静雅转头问其他人怎么想的 立刻就有妈妈附和不看了 最终只有美狐带着外甥女看了演出 他们的关系似乎更清静了 回去的路上 智绿和夏绿在车上睡着了 不喜欢孩子的美狐有些生无可恋的样子 一转头 她将外甥女们交给保姆 就在临上电梯时 智绿突然冲了面前 什么都没说呆呆地看着美狐 当晚 没睡着的智绿偷听到 爷爷要求保姆出去一趟 带保姆走后 她叫醒了熟睡的妹妹 另外一边 美狐刚回到公司就接到了玉珍公公的电话 孩子们不见了 警察正在调取监控确认孩子离开的路线 目前只知道他们是坐电梯下楼的 美狐担心会发生什么意外 独自下楼开始寻找 路上恰好遇到了静雅 带了解了情况后 她召集附近有社交账号的居民 时穿的衣服以及时间小区等信息发布到平台上 尽可能地扩大传播网 试图用这个办法找到孩子 随着帖子不断转发 参与寻找的人也越来越多 其中一位妈妈找到幼儿园时 发现玉珍的数被人连根拔起 她怀疑是仇恨玉珍的人做的 害怕孩子被坏人带走了该怎么办 然而孩子们坐在公交车上 被激紧的司机发现了 很快聊天室里讨论 有人在740路公交车上看到两个小女孩 美狐忽然想起 她白天坐的就是740路公交车 果然在终点站找到了智旅和夏旅 和她预想的一样 孩子们想坐车找真姨妈 美狐带着梁小智回了家 第一时间打给静雅感谢帮忙 与此同时 奈樱疯狂地用狼头锤打玉珍树的名牌 嘴里还不停地嘟闹去死 所望妈这边 她拿走了静雅偷偷买起来的镇魂符 并且撕得粉碎 美狐好不容易哄睡了梁小智 还没休息一会 房间里传来了孩子们的哭声 原来他们想妈妈了 吵着要回家睡 没有办法的美狐带着梁小智 回到了他们居住的小区 同时那应吃了一种名叫 沙利肚暗片的药 所望妈摸了摸护兰 似乎有什么心事 静雅也睡不着 站在阳台上向下望着什么 美狐仿佛下定了某个决心 带着梁小智向家的方向走去 美狐带着外甥女们回到玉珍家 安顿好孩子们以后 她发现阳台的窗子没关 这里温馨提示前方高能 玉珍猛地扑向美狐 指证她是杀害自己的凶手 实际上是做了个噩梦 还没缓过来的美狐在地上捡到一条手链 和照片里玉珍带的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经验的她带娃 可以说是手忙脚乱 这边做着饭 那边孩子吵着要擦屁屁 另外一个说什么都要穿小熊的衣服 这时静雅带着小菜来到了家里 并帮着照顾小朋友们 还特地强调和玉珍的关系很好 她趁美狐收拾食物时 提议去找个发卡 静雅就已和自己家户型相反为由搪塞了过去 回到客厅 静雅又怂恿美狐把玉珍的全家福摘下来 觉得每天看着过世人的脸感觉有些不舒服 这句话被志律暗暗记在心里 送完孩子上学 静雅带着妈妈们邀请美狐一起吃点早餐 毕竟志律和夏律走失时 这些人可是费心帮忙呢 不过在这之前 静雅带着美狐办理了一张小区门禁卡 还邀请她进了社区妈妈群 在吃饭时 静雅发现美狐也是个左撇子 奈英接过话茬 表示姐妹二人很像 该不会以为用左手就会让人觉得很特别吧 静雅看出美狐有些不高兴 立刻打断了奈英 她认为玉珍已经不在了 大家不要沉浸在悲伤中 得快点忘记才是 而美狐注意到奈英的手上贴着一个窗壳贴 她实在是有些听不下去了 站起来告别了妈妈们 美狐在回去的路上 总觉得奈英和静雅说的话里有话 但一时又想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妈妈们用老规矩买单 每个人给老公发一条想买包的消息 被拒绝或者没有回复的刷卡 短头发的老公最先回复 怪她吃错了东西 长波浪的老公意思也差不多 静雅的小奶狗回到当然可以 她认定老公绝对不会离开自己 然而过了这么久 只有奈英的手机还没动静 就在一行人准备离开时 奈英老公回复下班给她带回去 付出行动的做法让大家很羡慕 下午美猪接两小只放学 老师告诉她 孩子们不知道为什么吵了一架 原来夏绿想重新把妈妈树种伤 智律却不让 大人们都说讨厌妈妈 因为她做了不好的事 美猪赶紧解释 谎称大人们提起玉珍太伤心才会那样说的 于是重新买了一棵妈妈树 带着两小只去种 恰好被一旁的妈妈们给看到了 就在绑名牌的时候 美猪不小心划伤了手 她忽然想到奈英的伤和自己的一样 难道是她毁了玉珍的树 种好树后 美猪去卫生间打水 奈英也故意跟着进来了 她警告美猪不要引起大家的注视 什么都别做 然后静静地滚开就好 美猪听不懂奈英在说什么 好奇她为何是自己为眼中钉 莫非是阻止自己到处打听关于玉珍的事 一听这话 奈英显得特别激动 这个反应从侧面证实了美猪的猜测 回到小区 美猪遇到了索望妈 就约着一起去了索望家吃饭 其实美猪想问那些妈妈们对玉珍的怨恨 到底指的是谁 索望妈表示 那个人满嘴谎话 喜欢嚼人舌根 从某个方面和玉珍刚好相反 而且二人每天都在一起 估计累积的矛盾也不少 这个人说的就是奈英 晚饭后 索望妈和美猪带孩子们去散步 当提起索望时 她笑得有些吓人 一转头 美猪到物业打听关于玉珍的过往 队长就把丢快递始末说了 她确定闹事的就是奈英 另外一边 静雅回家之前 让孔经理帮她办件事 恰好遇到迎面走过来的幼师 然而幼师看到她非常慌张 没说两句话就走了 紧接着静雅弟弟也路过这里 支支吾吾地解释和姐夫喝了几杯 就向着幼师的方向离开了 回到家 静雅意味深长地告诉小奶狗 如果累了就告诉自己 看这人的表情似乎隐瞒了什么事 奈英这边喝得有些微醺 她对丈夫有些生气 因为答应买的包一直没有兑现 回到家时丈夫正在洗澡 不知道抽了什么风 她抓起丈夫穿过的衬衫使劲闻了闻 说什么都要杀了丈夫 抽出水果刀二人撕扯在了一起 奈何没有男人力气打 奈英气地回到房间 摘下挂在墙上的结婚罩 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没过一会 丈夫递上来一份礼物 并亲手将手链戴在了她的手上 解释包已经预定了 但是得等几天 所以才买了手链 衬衫上的香水味是那个销售员的 次日放学时 静雅发现幼师手上戴了一条手链 夸赞款式很漂亮 旁边的那英一把拽起幼师的胳膊 发现二人的款式一模一样 不过她没说什么气呼呼地走了 路上怎么打丈夫的电话都没人接 而这时静雅邀请美狐参加晚上的聚会 还没等美狐答复 奈英表示要去个地方 拜托静雅帮忙照看孩子 美狐见状也把外甥你们交给了静雅 跟着内英离开了 其实她有件事想确认 然而还没开口 奈英仿佛失去了理智一般 嚷嚷已经让她不要出头了 为什么好奇那个女人的死因 还非说她是自杀的 没等美狐下车 奈英就发动了车子 她边开边嚷嚷 显然情绪已经完全失控了 好在开出地下停车场就停了下来 可奈英一抬头 恰好又看到幼师带着手链经过 她猛踩油门要撞死眼前的女人 好在没有发生事故 美狐把幼师和奈英送进医院 这时奈英老公也赶到了这里 她坦白老婆患有愤怒调节障碍和疑心病 孩子同学的妈妈 商场员工 如今幼师都成了被怀疑的对象 她觉得自己很委屈 当晚 美狐应敬雅之邀 去参加每个月一次的家长聚会 两小指就交给同事照顾了 她觉得有些微醺 不小心打碎了酒杯 看得出来她有些不高兴 奈英老公急忙打圆场 这时旁边的家长轻轻地拍了一下她 气氛一下就降到了冰点 奈英老公拉着奈英就出去了 他俩边走边吵 恰好被过来的美狐给听到 奈英一口咬定老公外头有人 他不想忍了 而奈英老公觉得老婆胡搅蛮缠无理取闹 离开时他俩都看到了躲在一旁的美狐 而同事在陪孩子玩时 意外发现了几张照片 照片上的人分明就是奈英老公 出轨对象的手上戴着和玉珍同款手链 美狐发现照片上的手链和玉珍戴的是同一款后 吓了一条 以为姐姐是奈英老公的出轨对象 不过她什么都没说 送走了帮忙带孩子的同事 把奈英列为杀害玉珍的凶手 与此同时 玉珍老公道俊在病房里醒了过来 她可是凶案的唯一目击者 另外一边 家长们的聚会结束了 小奶狗突然接到了静雅弟弟的电话 看她的表情似乎不想接 不过没说两句就匆忙地挂了 解释是小舅子有事情咨询 静雅回想起昨晚 撞见幼师和弟弟的情形 误以为这小子谈恋爱了 一转头 韩经理将静雅吩咐调查的幼师平台账号 发到了她的手机上 这人拿着静雅同款包包 带了内英的同款手链 以及另外一个妈妈的同款项链 其中一篇帖子引起了静雅的注意 那是不久之前发布的 和一个称作为哥哥秀恩爱的帖子 这时小奶狗洗完早走了出来 静雅像训斥孩子一样警告小奶狗 不要给弟弟钱 毕竟她还在学习之类的 在静雅的眼里家人是最重要的 看得出来 小奶狗心里不服气 这边刚吵完架的内英主动给老公道歉 告诉她每壶总觉得自己杀了玉珍 甚至还威胁 内英老公只是让老婆跟那种女人断绝关系 再就没说话了 然而内英觉得她说得对 是该断绝关系了 内英趁机说了句你也是 实际上是点醒老公早点和外头的做个了断 第二天一早 夏绿在娃娃的书包里发现一个U盘 她称作为宝石 却又塞了回去 目前谁都不知道U盘的下落 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后 美狐来到了警局 不凑巧的是办案的民警梅在 她又不好意思把照片放在那 就给同事打了个电话 问她在哪发现的照片 原来昨天致律打翻了衣柜里的鞋盒 鞋盒里面装着的照片主角 内英老公在工作时 言语上总是很轻薄 就连手上也没有分寸感 她最近总是表现得很忙 饭都来不及吃 今天又接到一个邀约的电话 另外一边 静雅和妈妈们休闲的时候 恰好遇到了休假的幼失 很快这人就发了一个帖子 表现得像是挤进了上流社会的圈层 她自己还夸下海口 三个月之内可以实现 美狐来到物业 咨询内英家的停车位 打停之后这才知道 美狐人家有四个车位 她先来到地下二层 不过内英家的车没有停在这里 于是美狐又来到了地下三层 然而车位里也没有车 她果断地留了张纸条 希望内英老公看到后立刻联系自己 忙完这些 又到了接孩子的时间 但是幼失告诉她 静雅已经把孩子接去游乐场了 美狐又急匆匆地跑去游乐场 刚进去就看到幼失和静雅在聊天 幼失故意炫耀手上的手链 显然奢侈品的价格和她的工资不匹配 静雅好心提醒她斟酌佩戴 然而幼失脸色一变 让她不要管太宽 奈英冲到静雅身前 警告幼失不要以为找到了靠山 就认不清自己的地位 让她不要惦记别人的东西 说罢摘下幼失的手链 甩到了美狐的跟前 受了欺负又不能反击 这可把幼失给气哭了 美狐见状赶紧上前安慰 谁知她的肚子突然疼了起来 美狐扶起肚子痛的幼失 这人在隔间里呕吐不止 她收到妈妈们的消息 打开一看 是刚才欺负人的内因 也在这时幼失从隔间走了出来 突然就崩溃地哭了 美狐决定陪陪她 幼失自述身边没有可以倾诉的人 现在也只有美狐能理解自己的处境 静雅这个人一直都很强势 奈英也很有攻击性 尤其是有关她丈夫的事上 听到这话 美狐想了解一下详细经过 又是表示在一周前 奈英和玉真发生了不愉快的事 还称发布在社区论坛上了 是一条很情绪化的帖子 不过帖子似乎被删掉了 他们没有找到 美狐试图翻翻其他消息时 看到一篇嫌物业乱发门禁卡的 而发帖人就是奈英家 另外一边 奈英正严厉地教训梁小枝 美狐拜托其他妈妈先带孩子走 他不明白就算对玉真有偏见 也不能攻击孩子吧 然而奈英矛头一转 怪美狐把小区搞得议论纷纷的 希望他自己滚出这个地方 并且宣布 从明天开始志律和夏律会被聚会出名 他俩差一点吵起来 好在另外两位妈妈拦着 美狐这才带着梁小枝离开了 回到家 他联系索望妈 拜托帮忙看下孩子 自己去警局提交一些证据 同时奈英找到静雅 控诉美狐那个疯女人 然而静雅早都交代过不要去招惹她 可奈英一心想把美狐赶走 还叫静雅出头 静雅却说是因为她知道你老公出轨吗 奈英都愣住了 然而更让她崩溃的其实是 静雅和其他妈妈们早就知道了 却还是每次聚会都要给老公发消息决定谁买单 也就是说她努力装得很幸福 实际上在别人眼里只是个笑话 妈妈们不止一次看到奈英老公在这其他女人 所以静雅让奈英不要瞎出头 她面前装作和睦的夫妻就行 奈英不明白 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却还做到如此地步 奈英让让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她知道静雅在找玉珍的幽盘 里面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她要全部告诉给美狐 以及二人在玉珍死之前做的所有事 反正都到了这一步 奈英觉得不如一起完蛋 但是她低估了静雅的手段 另外一边 美狐一直没有等来所望吗 就在她准备打电话催一下的时候 门铃响了起来 而来的人却是静雅 她这次来是送一些孩子们吃的肉品 趁着美狐整理的间隙 静雅又偷偷地进入到书房 她几乎翻遍了每个角落 但是都没有找到幽盘 美狐见过去这么久 静雅都没出来 就趴在书房的门上厅里面有没有动静 殊不知静雅也趴在门上偷听 就在这时她的电话响了 美狐猜测这人一定是想找什么东西 不然为什么总是随便进别人的书房 恰好这时门铃响了 她示意静雅出去 顺手将书房从里面反锁了 来的人是索望妈 静雅见状没说什么 就这么离开了玉珍家 屋里索望妈催美狐早去早回 然而美狐刚走到门口 记起忘记带照片了 就在返回去取的时候 看到索望妈不停地摇晃书房的门 索望妈解释看门是锁着的 有些好奇而已 美狐没有多想还是出了门 因为她必须在孩子睡着前回家 与此同时 同事在玉珍的社交平台上发现了个大秘密 美狐把照片交给警员 她认为不能忽视这一点 然而办案的警员 似乎对这个证据并不重视 在她回家的途中 顺手将照片丢进了垃圾桶 就在这时 看到了内婴老公开车经过 美狐就急匆匆地追了上去 两条腿怎么可能跑得过汽车 跑出去老远也没能跟上 恰好同事的电话打了过来 她发现玉珍发布的动态 基本上都是自拍或者与家人的合照 唯独一张幼儿园音乐剧的照片例外 可以说是内婴的全家福 显然这一点很不合理 哪有人会把和自己婚外情男人的照片 发在社交平台上的 然而美狐一转头 看到内婴老公走进一家咖啡店 握着一个女人的手 而这个人正是幼师 幼儿园的合照拍的也是 内婴老公看着幼师的合照 也就是说 音乐会当天 她看的人不是玉珍 而是不远处的幼师 原来之前的卖惨都是假的 很快二人来到一家妇科医院 但全都被私家侦探给拍了下来 一转头消息传到了静雅的耳朵里 没过多久 美狐和同事在公园会合了 根据现有掌握的线索推断 玉珍应该和内婴老公没有关系 但同事不明白 就这么把婚外情的事 发布在平台上指向内婴 玉珍该不会因此 才招致杀身之祸吧 美狐却不这样认为 通常这种情况 也不至于真的杀人 现在她不打算继续查下去 因为没有可以做的事了 内婴这边 怎么打老公的电话都没人接 她实在是忍不了了 决定出门去找 恰好在拦车时 遇到了妈妈们返回小区 静雅告诉她 如果想知道老公去了哪里 就跟着自己 二人来到垃圾站 告诉她老公出轨了又失 静雅猜到玉珍也知道 所以内婴才会拔了她的数 总之静雅想让内婴明白 威胁自己是错误的 然而内婴认为美狐四处打听消息 肯定知道优盘的是 玉珍可是费了不少心思 挖妈妈们的把柄 她猜测里面肯定有 静雅公司抄袭的证据 倘若美狐找到并公开的话 那么旗下发布的全部产品 将功亏一篑 内婴觉得自己无所谓 大不了就是有些丢脸 相较而言 静雅倒是有些难做 毕竟马上就要举办招商会了 此时静雅告诉了 她又失怀孕的消息 听到这话 内婴的脑子一片空白 静雅叮嘱她管好 岌岌可危的自己 本打算就这么离开 却转头继续挖苦内婴 那么夸赞的老公 现在成了这样可真凄惨 这句话着实 把她气得不知如何是好 可这还没完 内婴回到家 发现老公已经回来了 还没等她开口 后路妻子让她很为难 而她又为有狂躁症 一副病的妻子忍受了多少 那婴无比绝望 绝望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她像疯了一样跑到阳台上 多想纵身一跃结束 这不堪的一生 不过最终还是没有那么做 因为内婴还有一个牵挂 第二天 送完孩子上学 静雅拉住了内婴 因为今天是一起吃早餐的日子 静雅问她是因为 昨天的事害怕吗 被这么一击 那婴欣然地同意了 卷发妈妈拉着美狐一起去 正好趁这个机会和解 用餐结束后依旧用老规矩结账 静雅提议今天就给老公 发我们生二胎吧 显然是针对内婴的 美狐杰和昨晚看到的 一下就猜到又是怀孕了 不过她没有声张 大家都发完了消息 静雅催促那婴赶快发 不知道是碍于面子 还是自欺欺人 那婴拿起手机 却迟迟地打不出要发的内容 这场女人之间的争斗 最终是静雅赢了 聚会结束以后 那婴失魂落魄地走回了家 就连保姆叫她她都没有理 回到卧室直接躺在了床上 就在这时 静雅发布了一篇帖子 是又适合内婴女儿的合照 佩文老师与女孩长得很像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继母呢 好多妈妈留言 纷纷称赞老师和孩子很漂亮 长得如同母女一般等言论 看到这些字眼 内婴最后一丝活下去的牵挂 也就此断下了 另外一边美狐提着周 打算与内婴和解 而此时 内婴捡起地上的领带 那是她和丈夫相恋时 送的第一份礼物 美狐刚进到内婴家 手机就响得不停 她打开一看是内婴发的帖 求求有人来救救自己 没错她自杀了 美狐就下了打算自杀的内婴 然而内婴老公非但没有感谢 还大声呵斥 怪她刺激了老婆 内婴才会做出过激的行为 内婴老公前脚刚走 八卦的妈妈们打来电话 嘴上说是关心内婴 实际是想了解自杀的动机 心烦意乱的美狐 没有回答就挂断了 有人好奇美狐 为什么会出现在内婴家 不禁怀疑是自杀还是其他 静雅听后借题发挥 提醒大家姐妹终究还是姐妹 成长环境对人格的影响很大 毕竟玉珍的性格就不简单 不过卷发妈妈认为都是猜测 不应该随意评价美狐 这番言论得到了其他人的认可 然而静雅不可能就这么轻易算了 因为她比任何人都清楚 如果自己没有告诉内婴又是怀孕 以及发布的那条动态 内婴绝对不可能自杀 也就是说 静雅才是那个逼她走上绝路的人 不过现在首要的 幽盘的秘密 美狐这边接到梁小枝 他们想去儿童咖啡厅 因为其他孩子都去了 有事赶紧解释 因为美狐上次提过 不喜欢把孩子交给别人 所以她才会帮忙照看的 紧接着话锋一转 用一副极其天真的样子 关心内婴发生了什么 美狐却让她自己去问 反正也不是什么难事 另外一边 小奶狗为没能帮静雅拿东西道歉 电话里二人如交四期 相亲相爱亲密无间 然而挂了电话 她的脸色立刻沉了下去 转而代之的是愤怒 静雅将高档香水 一一地发给其他妈妈 俗话说吃人家的嘴软 拿人家的手短 短发妈妈最先声讨美狐 感觉她没把大家当自己人 很不讨喜的样子 静雅立刻接过话茬 认为内婴的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因为玉珍出事后 她本来心里就很不安 美狐还一直折磨那婴 甚至当成杀死玉珍的凶手 短发妈妈非常赞同 静雅有些自责 只因为美狐是孩子的小姨 大家就轻易地对她敞开心扉 自己这个会长多少有些责任 这时在座的妈妈们 基本上都默认了 于是她鼓动在场的 所有人与美狐保持距离 在一行人离开时 静雅又让孔经理调查一下美狐 尤其是高中时期 美狐这边接到玉珍公公的电话 她已经找到照顾孩子的保姆了 但细节方面还需要沟通两三天 不过美狐没有把这件事 告诉给梁小智 临睡觉前 孩子们抱着枕头 说什么都要和小姨一起睡 最终美狐还是没同意 第二天上学的时候 梁小只说什么都不想学 哭得梨花带雨的 就算到了幼儿园门口 也不愿松开美狐的手 这时又是提议 看不到家长就没事了 于是美狐掰开夏绿紧紧攥着的手 孩子哭得更大声了 然而美狐没走出两步 就撞到了短发妈妈 看这人的表情 就知道美狐已经被孤立了 美狐送完梁小智上学 就回家收拾好了行李 因为玉珍公公找到了保姆 所以她认为下周就可以上班了 另外一边 静雅调查到了美狐曾就读的高中 以及和玉珍发生的一切 而美狐此时来到疗养院探望亲妈 美狐妈的脾气非常怪 她始终认定是玉珍害女儿阴郁地活着 而女儿却像傻子一样帮那人照顾孩子 还劳到玉珍死了也好 这样孩子们就能好好成长 一个不小心说漏了嘴 原来玉珍结婚前来找过美狐 而美狐妈并没有告诉女儿 美狐不理解为什么不告诉自己 原来姐俩当年发生过不愉快 自那以后就再也没说过话 美狐很生妈妈的气 万一玉珍找自己是和好的呢 母女二人的见面自然不欢而散了 原来美狐妈和玉珍爸是重组家庭 姐俩到高中时感情已经很好了 美狐为了迁就左撇子的玉珍 还特地改了惯用手 美狐妈在外人面前装作喜欢玉珍的样子 这天保健课发放了教学用寄生用品 玉珍让美狐偷拿了几个 殊不知这个行为改变了二人的一生 当晚玉珍想给美狐注册一个聊天账号 这里有个细节 账号的密码是玉珍亲生母亲的生日 然而还没注册完 就传来了美狐妈回家的声音 吓得玉珍将用品全都塞进了美狐的书包里 可拉链却卡住了没拉上 第二天一早 一家四口去教堂做礼拜 就在结束返回的时候 美狐一脚踏空 从台阶上摔了下去 脚疼得走不了路 美狐妈露出了本信 旁边的人都让玉珍爸被美狐去医院 万般无奈之下 玉珍爸只好背其女儿走向医院 然而美狐妈的脸色一下就变了 当天下午 她就以为了学习为由 命令美狐剪掉长发 晚上不服气的美狐躲在被窝里哭 这时玉珍走了进来 坐到旁边安慰妹妹 头发再留长就行了 美狐不明白妈妈为什么区别对待 玉珍告诉美狐白雪公主原助理的王妃 是她的亲生母亲 就是因为嫉妒 所以才想杀死自己的女儿 然而美狐不相信天底下有这种妈妈 催促玉珍赶紧回房间 第二天她们的关系就产生了隔阂 可玉珍还是想搀扶崴脚的妹妹 二人推嗓间 美狐没站稳摔倒了 寄生用品也随之撒了一地 因为是在公共场合发生的事情 老师希望家长可以重视 然而美狐妈把责任全都推到了玉珍的头上 表示遗传这个东西再怎么教育都没用 还称玉珍妈跟年轻的男人跑了 玉珍万万不敢相信后妈居然会这么说 气头上的玉珍指认东西是美狐的 可美狐怎么可能承认 交代是姐姐需要用 这才叫自己偷拿的 放学后美狐拦住玉珍 质问她为什么说谎 是因为妈妈说了难听的话 还是羡慕她向着自己才那样的 玉珍觉得美狐妈又土又死板 言得让人无法呼吸 自己的爸爸早晚被她搞烦 然后离婚 二人都在气头上 就这样撕扯了起来 美狐用力一甩 玉珍的脸部偏不已地磕在石头上 这就是她左边脸上疤痕的来历 人一旦产生了嫌隙 裂缝就会越来越大 最终将感情击垮 当着玉珍爸的面 美狐妈拼命地护着玉珍 可当她走出门后就立刻翻脸 转头安慰气不成声的美狐 丝毫不顾受伤且情绪不稳定的玉珍 毁容对于一个即将成年的女孩来说 无疑是绝望的 玉珍看着伤口逐渐失去了理智 她三步并两步追上了离开的美狐 狠狠地推了妹妹一把 妹妹险些被装身亡 第二天上学 玉珍写了一张大字报 控诉美狐一直以来装成模范生 实质上是个极卑劣又肮脏的人 当中人找到玉珍时 她正站在天台的边缘 用极端的方式逼妹妹承认大字报上的所作所为 可美狐不明白姐姐为什么这样对自己 最终老师救下了玉珍 然而此次事件之后 玉珍霸无法忍受他人一样的眼光 喝下强力浇水自杀了 虽然抢救及时捡回一条命 但以后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美狐妈把第二次感情失败全部归咎在女儿的头上 对她而言美狐就是罪人 需要用一生来偿还 没过多久 母女二人搬离了玉珍家 多年以后 美狐因工作需要去拉家庭关系证明 直至这时她才知道 继父和妈妈还没有离婚 这时突然下气雨来 美狐的心情和天气一样阴沉沉的 回想起再次和玉珍相遇的情形 她似乎有什么话要说 今天不知道怎么了 夏绿说什么都不愿和小姨回家 气得美狐把两小只放在原地就准备离开 直至这时 美狐才真正理解 为什么玉珍会对孩子们说自己才是真一骂 她将孩子们拥进怀里 有那么一瞬间非常思念姐姐 当晚美狐把外甥女们哄睡之后 一个人来到储物间 无意间看到一本相册 里面全是姐俩的合照 她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 玉珍找自己的真正原因了 第二天送完孩子上学 美狐主动请假打算照顾孩子们 她向短发妈妈打听静雅的下落 想一起吃早餐 然而这人告诉她以后都不会一起了 与此同时 美狐收到一条短信 让她带着优盘晚上到车库见面 可回播过去却无法接通 美狐挂掉电话来到书房 开始了漫长的寻找 另外一边 妈妈代表院长和幼师 去医院探望南英 此时幼师故意挽着她的手 内英虽然心里不爽 但也不好在这么多人面前发火 于是强人恶心和异形人来到了病房 刚坐下 绿茶幼师就开始阴阳起来 夸赞内英运气好 还以为她受了很重的伤呢 又称医院的环境很好 得花不少钱吧 内英说想知道花多少钱 就生个重病试试吧 对得幼师哑口无言 旁边的妈妈赶紧解释 肯定是身体不舒服才会这样说的 这时内英女儿吵着要人陪 幼师立刻凑上钱 提议去旁边玩 院长见状直夸幼师格外照顾女孩 幼师捏了一下女孩的脸 内英立刻站起身 幼师眼泪喊眼圈地进行委屈 赶走了异形人以后 内英还是不解气 她拨通了丈夫的电话 征求之前发过消息 要不要生二胎的事 可以听到这话 丈夫明显有些为难 说不打算要二胎 内英回想起静雅说过 幼师已经怀孕的话 不甘心地挂掉了电话 另外一边 静雅给小奶狗安排了一堆工作 让她照办就好 小奶狗却欲言又止 其实静雅的弟弟 一直向小奶狗要钱 返回小区的时候 静雅手里的东西 不小心掉在了车库 一只口红她没有发现 美胡翻遍了玉珍家 也没找到什么优盘 再次回播过去 仍旧处于无法接通的状态 于是在9点30分的时候 让孩子们上床睡觉 一直到10点51分 才走出家门 其实她准备了一个电机棒 手机也拨号了报警电话 刚到地下室 美胡就发现一个人影闪过 于是她立刻追了上去 却在转角处撞到一个男人 这时那个号码发来一条短信 公共保险柜并附上了密码 让她把钱拿走 将优盘放进去 美胡小心翼翼地倒推进大厅 殊不知她的一举一动都被人监视着 美胡打开保险柜 里面确实有一大现金 但同时她听到有响动 于是没有拿钱 而是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寻去 一拐弯发现是刚才撞到的那个男人 美胡又折返回地下停车场 她恍惚间看到车里有人 刚准备上前查看一番 汽车突然启动急速冲了出去 不过美胡并不是一无所获 她在汽车停的车位上捡到一只口红 小奶狗这边送走小舅子和她朋友 这时静雅帮弟弟拿了过来 而小奶狗已经快气死了 美胡回到家 翻遍了妈妈们的社交账号 终于在静雅的文章里 看到一款他们公司自己研发的口红 和剪刀的一模一样 第二天 夏绿把娃娃偷偷地塞进了书包 送完孩子上学 索旺妈拉着美胡去参加委员会聚餐 由静雅负责准备的一场妈妈们的聚会 带二人进到会场 所有人都有些惊讶 静雅更是提问姨妈为何会来 美胡表示照顾孩子期间 她会完成所有的责任 实际上手里攥着那只口红 等待合适的时机和她对质 因为这人曾在书房里找过什么东西 而且还偷偷进去两次 这时另外一位妈妈正向会场走来 她叫任多恩 是Angel's女团成员 而这个人美胡在小区里有过一面之缘 多恩也是妈妈团的成员 甚至比在座的人还要高一级 她刚进屋就否定了静雅独断专行分配的任务 然后提议先出去吃个早餐放松一下 大部分人一听这话都跟着走 原来她才是真正的财阀 含着金康池的明星 还是著名建筑公司董事长的夫人 就连女强人静雅也斗不过她 据索旺妈了解 多恩是T99论坛的主导人员 美胡即起静雅曾拉自己进过 不过链接过期了 想要加入必须有群会员推荐 还要经过鉴定才能通过 这些人霸占着所住的社区 为了遵守99人原则 新人就要举报资格为达标的原会员 把人踢出去才行 而玉珍正是这个社区的管理人员 掌握着这个社区妈妈们的把柄 早饭吃到一半 静雅准备去趟卫生间 美胡立刻就跟了上去 可当她推开门那一刻 发现多恩也在里面 于是马上躲在门外 多恩听说美胡正在照顾玉珍的孩子们 不清楚刚才的妈妈们里有没有她 还有在玉珍死之前 那因静雅和玉珍三人闹得有多激烈 静雅被她对得没话说 然而当多恩走出来时 撞见了躲在门口的美胡 不过不知道她就是玉珍的妹妹 二人没说两句话 多恩来了一通电话 匆匆地告别后就走了 美胡走进卫生间 江口红利在洗手池上 然而静雅没多想就收了起来 美胡问她为什么发那种短信 静雅完全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其实美胡只想知道为什么找幽盘 以及玉珍死之前发生了什么 没想到静雅反咬美胡冤枉难营 导致她崩溃自杀 现在又来质疑自己 不要以为追查杀害玉珍的凶手 就能掩盖以前做的肮脏事 装得像亲姐妹一样 静雅警告美胡 最好闭上嘴巴 然后安静地滚出小区 然而她的手段还远不止于此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找到幽盘 可书房美胡都已经翻遍了 突然她想起同事说过的话 玉珍几乎什么事都会发在社交平台上 于是美胡登陆了书房的电脑 她在玉珍的动态里发现一篇奇怪的帖子 即将打开潘多拉磨合 电影名字是三克拉钻石的秘密和黑名单 下面有人回复 静雅也发了关于三克拉钻石的帖子 美胡找到同一天静雅发布的 小奶狗在十周年送给她一枚三克拉的钻截 而玉珍在下方留言 还是去看电影吧 美胡突然发现玉珍的电脑上插了一个U盘 再加上索旺妈说过的话 她似乎明白了 另外一边 夏绿拿出了布偶 两个小男孩伸手去抢 撕扯间布偶被甩飞出去 恰好索旺一关门 把布偶的头给掐断了 老师怎么哄夏绿都没用 她就是不停地哭 最终没办法幼师带着智绿去把娃娃买了 可在放进去之前 偷偷地揣进了自己的口袋 在返回的路上 幼师将娃娃丢进了垃圾桶 美胡这边把整个家翻了个底朝天 也没有找到那个U盘 给拿回家了 与此同时 夏绿想中回忆术 智绿这才告诉小姨 妹妹把玩偶带到幼儿园去了 当美胡问起为什么带去时 夏绿称要和玩偶一起学习 因为包里放了漂亮的钻石 智绿说那不是钻石 而是U盘 美胡听到这话赶紧确认 智绿懂不懂U盘的意思 她解释那是妈妈放在书房的东西 美胡立刻回到幼儿园翻垃圾桶 可怎么找就是找不到 这时索旺妈发来短信 邀请他们去家里吃饭 期间美胡问索旺妈 今天白天说过玉珍掌握了妈妈们的秘密 是什么意思 可索旺妈表示不记得说过那样的话了 吃完饭以后 索旺娘俩送三人到电梯口 索旺让夏绿等一下 转头就把娃娃还给了她 美胡见状眼睛瞪得老大 幸好没被索旺妈发现 回到家 美胡在娃娃的书包里发现了U盘 一直等到深夜 孩子们都睡熟了 她才查看里面的内容 当打开署名为潘多拉摩合的文件夹后 里面赫然地出现了 其中还有美胡的 然而这些文件夹每一个都需要密码 没有办法美胡只能另求她发 另外一边 静雅在电脑上搜索她杀事件残忍的图片 美胡这边跑了很多家破解的小店 不是因为本人东西不给开 就是技术不行破译不了 最终有个老板介绍了另外一家店 兴许能够帮得上忙 第二天 美胡走在小区 她发现居民对自己的态度骤变 回到家她查看了静雅的动态 这人发了一篇帖子 矛头直指美胡 静雅宣称前段时间小区很不消停 因为有人打着解开玉珍死因的旗帜 不断地扰乱社区正常生活 以至于一位无法忍受痛苦的妈妈 做出了极端的选择 此外 静雅还揭露美胡在高中时期 勾引继父魏果被揭发后 对玉珍实施了残忍的加害行为 还逼她自杀 再加上玉珍遇到了美胡后就被杀了 她怀疑是否真的只是一个巧合 如今让美胡继续照顾玉珍的孩子们 到底是否是一件正确的事 原文来自一个叫金上元的人 这人把美胡的个人信息 上学时发生的事全都抖了出来 她认为玉珍的死和美胡有必然的关系 美胡立刻私信上元 让她删除不实的帖子 不然就向警方举报了 做完这些美胡立刻找到了静雅 让她立刻删掉虚假信息 可静雅觉得和美胡见过面后 一个人去世了 另一个试图自杀 这些不能叫巧合而是因果 美胡索性挑明 知道为什么这样对自己 她绝对不会离开小区 静雅倒是要看看 所有人都不搭理的时候 美胡还能坚持多久 其实静雅心里也没底 她不知道美胡到底 看没看过优盘里面的内容 于是就把那篇帖子 分别发布到了社区群 妈妈群 以及俱乐部群 一瞬间就激起了所有居民的不满 另外一边 奈英打算出院 可打电话到幼儿园找女儿时 院长这才告诉她孩子今天没来 被幼师给带走了 而幼师恰好今天辞职 这期间奈英多次尝试打老公和幼师的电话 都是无人接的状态 就在这时 幼师更新了一条动态 她这个准妈妈在结婚三个月前和亲爱的约会 然而配图里分明就是奈英老公和女儿 奈英按照定位找到了他们 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奈英看着老公和幼师带着孩子 她的心万分难过 当晚 奈英越想越委屈 她趴在栏杆上思考了一回 最终还是没有跳下去 与此同时 美胡拜托同事调查一下上员这个人 而静雅丢给胳膊上有纹身的男人一个文件袋 并叮嘱她做得干净一点 没过一会 说是住在楼下的邻居 孩子蹦蹦跳跳地影响父母睡觉 美胡承诺会好好教导侄女 这人才肯离开 然而她的手上有纹身 第二天 同事慌慌张张地通知美胡 银行收到投诉美胡的检举信 举报她为了隐瞒玉珍的死因 试图威胁奈英自杀 待得知未遂后再次接近 迫使其回想起悲痛的经历 精神上更加痛苦 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 希望公开美胡的真实情况 公司一瞬间留言四起 好在主任力听美胡 认为这种未经确认的留言 应立刻删除 但举报信是实名且证实的 所以调查组不得不彻查 美胡坦言 有人故意虚构了她的过去 至于是不是嫌疑人 愿意等警方调查结果出来 在此之前 请调查组务必遵守 无罪推定原则 检举信可以不立刻删除 但希望隐藏个人信息 其实美胡已经猜到 写这封检举信的人就是静雅 现如今她在宝妈群体 已经是个边缘人 甚至没有小朋友和外甥女们玩 美胡能找的只有索旺妈 然而索旺妈嘴上说着在公司 实际上却在静雅家 因为静雅通过美胡 给她看的交易短信 查到那晚在地下停车场的人 就是她 原来美胡递交证据那天 她想着去家里偷优盘 不凑巧被美胡给撞见了 这才想着秘密交易 索旺妈的弱点是一张领养证明 因为索旺并不是她的亲生女儿 而静雅话里话外都透露着她知道 摆平索旺妈以后 静雅非常嫌弃地 用两根手指捏着她喝过的杯子 丢进了垃圾桶 另一边 美胡和两小指回到家 夏律在客厅不停地跑 门铃声立刻就响了起来 第二天 美胡买了隔音垫 又在社区群里咨询 预防孩子噪音的办法 不过她总觉得在哪见过纹身男 中午 她刚打开洗衣机门铃又响了 美胡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个门缝 发现外面没有人 但是门口被人倒满了垃圾 这时男人拿着棍子就要去打美胡 她立刻解释孩子们不在家 可纹身男压根就不听 还扬言敢报警就杀了全家 反正楼上楼下必须离开一户 待外面没了声音后 美胡立刻来到物业公司 据物业经理了解 楼下住的是一对教授夫妻 并没有胳膊上有纹身的儿子 也就是说纹身男是假冒的 美胡回到家 在静雅发布的动态里找到了这个人 然而还没等她调查 门铃又响了 美胡抄起雨伞推开门打算拼命 发现来的人竟然是耐英 她这次来是想联手 因为耐英认为二人任何一个都斗不过静雅 合作至少可以证明 自杀不是美胡逼迫 美胡不明白为什么突然转变想法 耐英却只是想让静雅吃一次点 作为条件 耐英想要优盘李关于丈夫的照片 二人达成协议后 耐英让美胡小心明天的社区之夜 静雅不可能就这么放过她的 提议去找一找能站在身边的人 然而在耐英离开时 被纹身男给看到了 其实她就是孔经理 专门替静雅办事的 不过刚才听美胡的口气 似乎已经知道她的身份 所以孔经理不想干了 静雅一听立刻增加了报酬 又以帮其开公司为诱惑 指使她把孩子的照片放在门口威胁 美胡这边仔细地思考了耐英说过的话 突然想起所望妈曾提过 静雅也赢不过多恩 于是立刻约她吃顿饭 美胡开门见山请求多恩的帮助 因为只有她才有那个实力 在社区之夜辅助自己公开一切 多恩没有说话 浅浅地笑了一下 就这样得到了多恩的帮助 另一边 静雅的弟弟已入学 唯由向姐姐索要学费 这里剧透一下 静雅的弱点是弟弟 这小子收到三千万的学费后 就打算和朋友们去干坏事 银行这边 同事打听到了曾与美胡同高中的前辈 又从她那问清楚了金上元的工作地点 可因个人信息的关系 没有要到联系方式 而美胡整理了关于姐姐身亡案的所有报道 从中发现了一处疑点 案发当天的监控视频不翼而非 静雅没有不在场证明 以及是否故兄杀人 当晚静雅弟弟因为和朋友们吸粉 意识变得特别迷离 飙车的时候直接撞到树上 次日 美胡向内音打听有关静雅的不在场证明 她记得在案发的第二天 静雅曾说过案发当天有家庭聚会 就连玉珍的死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翻看静雅在案发当天发布的动态 并没有类于家庭聚会的任何照片 难道真的是她故兄杀人 美胡忽然记起 玉珍死亡当天 自己上电梯时遇到过一个手臂上有纹身的人 难怪会觉得眼熟 她回想起下了出租车 前面走路的男人就是纹身男 极有可能行车记录仪拍下了这人的身影 于是美胡立刻联系了当天的司机 并在记录仪中证实了自己的猜想 与此同时 同事也见到了经上员 静雅这边正布置社区之夜的会场 多恩提着点心走了进来 看了一圈多恩就离开了 不过在出门之前 她抽走了一张材料 那是学生父母咨询选定的提案 多恩立刻告诉给了美胡 当晚社区之夜仅然有序地举行着 多恩迟迟不见美胡入场 而静雅似乎也发现了她在等人 在外面守着的内阴显得有些着急 其实静雅操办社区之夜 就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多拉一些投资 但多恩的到场让短发妈妈有些忌惮 中场休息结束以后 静雅主持讨论学生父母委员会的选定方案 社区最近发生了一些丑闻 让大家遭受了不小的损失 她呼吁及时采取措施 静雅作为学生父母委员会的会长 正式提出在校规里增加退员的处置事项 多恩立刻提出异议 退员可是最高级别的处理方式 同时对孩子也很残忍 她认为需要有个明确的细则 可静雅觉得规定越细 能钻的空子也就越大 如果发生了规定以外的事件就不能适用了 再者说也没办法将所有可能性都写在上面 多恩让静雅举例 严重损害社区幼儿园名誉的情况 静雅就把美胡担任孩子家长 但有着犯罪行为的过去 逼迫家长自杀的事搬了出来 就在这时美胡终于到了 一同进来的还有耐英 耐英接过话查 她可是活得好好的 但听到了奇怪的传闻 然而静雅改口 称让幼儿园名誉严重受损的是 履行家长义务的人有前科 多恩觉得对前科造假的人 才是最大的罪魁祸首 美胡告诉大家 已经掌握了静雅散布虚假传闻的所有证据 美胡问她应该没有见过金上元吧 原来美胡录下了金上元的口述 这人没有开通过社交账号 也没上传过帖子 而真正发布的人就是静雅 评论区美胡的同学也是她管理的账号 甚至还雇人威胁 美胡走到众人面前 摊开了纹身男的照片 她相信在座的也都好奇 静雅为什么如此迫切地想把自己逐出此地 美胡当着众人的面 揭穿了静雅的诡计 她气愤地躲进了卫生间 随后美胡也跟了进来 并将优盘摆在台面上 没想到这个时候 静雅居然坦白 虽然很希望玉珍死掉 但自己和案件无关 可美胡明明看到案发当天 纹身男走进了玉珍住的大楼 静雅说她跟玉珍的死一点关系都没有 然而美胡认为她在说谎 因为在路口宫时 静雅称那天有家庭聚会 既然没在家 纹身男为什么会来小区 总之美胡认为就算没有亲手杀了玉珍 但静雅也脱不了干系 随后带着幽盘离开了 回到聚会 多恩邀请美胡禁替久久论坛 一开始她打算拒绝 可看到了静雅后又改变了主意 这一次女强人静雅可以说一败涂地 长发妈妈找到缩在角落的她 提一起回去 然而静雅不愿接受现实 称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在家楼下 她接到了小奶狗的电话 弟弟失联了 静雅打弟弟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她立刻回到家询问情况 可弟弟的朋友们都说不知道 于是静雅和小奶狗找遍了弟弟 有可能出现的地方 仍旧没有她的消息 就在这时弟弟的电话打了过来 静雅夫妇立刻来到弟弟藏身的宾馆 一下就猜到是因为吸粉 事情严重到对事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待冷静过后 静雅让小奶狗在宾馆看着弟弟 同时弟弟的手机必须关机 她会联系小奶狗的 走出门外 静雅就报了警 谎称车子被偷了 原来U盘里存的是静雅弟弟 用公司新产品嗑药的视频 玉珍以此威胁她不要散播 关于自己的奇怪谣言 以及煽动其他妈妈们的情绪 其实静雅家一共有六口人 不知道什么原因 只剩下了她和最小的弟弟 另一边 美狐告诉内因 等破译了U盘的密码后 就把关于她丈夫的照片发过去 奈英这段时间也思考了很多 她认为静雅在起争执时 希望自己赢过对方 并不希望对方死 应该不是真凶 起杀心和付诸行动是两码事 奈英曾经也非常恨玉珍 很想杀了她 此外还透露几人曾经有过幸福对决 要想获胜不需要变得幸福 而是毁掉别人的幸福就行 没过两天 新闻突然播报 玉珍死亡案不是第三者所为 与此同时警察也找上门来了 因美狐涉嫌教唆玉珍杀害丈夫 需要到警局接受调查 故事瞬间反转 原来玉珍老公醒来后出面作证 说妻子和她的妹妹很谋害自己 据玉珍老公共署 二人在交往时 就已经察觉玉珍经常说谎 但她认为不是太大的问题 可婚后却越来越严重 然而自从沉迷社交软件开始 就愈发无法控制 玉珍老公有时候觉得妻子得病了 原以为是因为太在意别人的眼光才会这样 可后来发现并不是 而是妄想症 就好比幼儿园表演那次 非要说是所望打了女儿 还有智律根本对花生不过敏 但妻子却真的一直觉得会 因此她感觉玉珍快要疯了 想着和妻子好好谈一谈 而起因是从玉珍沉迷于丈夫杀害妻子的新闻 玉珍老公为了让妻子安心 把房产改成了她的名字 家里的经济大权也交给了她 然而美胡的出现让玉珍的症状更加严重 仿佛是她怂恿妻子掀下守围墙一样 不过美胡表示和姐姐第一次见面 仅仅只有十几分钟 聊的也都是家常 可当警察问起说过什么时 美胡这才想起来 曾经玉珍为了封口 给过一盒现金 其实姐妹俩出门那天 丈夫偷偷地拉开过抽屉 所以对于现金这件事她是知情的 案发当天 恰好孩子们出去露营 玉珍把老公叫回了家 好像计划好一样不停地灌酒 就在这时美胡暗响了门铃 玉珍老公怀疑如果不是提前讲好的 为什么偏偏这个时间会来家里 而实际情况是 美胡因为孩子在拍摄时受伤过去道歉的 可受伤是两周以前的事 美胡说是两周后她才知道的 美胡离开后 玉珍像受到刺激一样抓起一把匕首 就要刺向老公 二人撕扯时 玉珍扎进了自己的腹部 玉珍老公见状想立刻报警 然而被玉珍从后面给被刺了 在她意识逐渐变弱时 听到妻子给美胡打去了电话 直至这时才明白 姐俩计划好要杀了自己 玉珍老公痛心疾首的样子非常具有说服力 可美胡觉得她的证词很离谱 自己没理由杀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 据警方掌握的资料 不排除看到多年未见的姐妹过得很好 一时起了贪念 美胡都快被折磨疯了 她认为不能仅凭猜测就断定自己是凶手 可案发当天 美胡就在附近 收钱的画面也被拍了下来 就在这时 奈英的老公走了进来 她以美胡代理律师的身份坐在一旁 并以不是审讯为由 让配合调查的委托人无需做不利的陈述 没过一会美胡就被释放了 原来她是受妻子奈英所托财过来保释的 除了这件事她不想参与进来 回到玉珍家 美胡发现门禁密码换了 就连孩子也被玉珍公公接走了 打她的电话又没人接 另一边 玉珍老公得知无法拘留美胡后 整个人显得特别气愤 第二天 奈英对丈夫的态度出奇的好 不过她提议换个照看孩子的保姆 并且已经物色好了人选 奈英老公没有多想就同意了 而这个人选就是幼师 可奈英怎么打她的电话就是没人接 与此同时 美胡来到医院探望玉珍老公 可这人特地叮嘱拒绝所有会面 而玉珍老公正偷描美胡的动向 恰好这时 奈英的电话打了过来 美胡就坐着电梯离开了 玉珍的老公趁着这个空档溜出了医院 奈英这次来是拜托美胡约一下幼师 刚好美胡也有件事问她 明明玉珍老公可以狡辩是正当防卫 不明白为什么会诬陷给自己 所以想知道案发前两周发生了什么事 奈英坦言 自己曾留出玉珍夫妇虐待智律的谣言 虽然玉珍很生气 但表面上仍旧若无其事的样子 然而在社交平台上 狙击了自己的丈夫和静雅公司的事 因此静雅很生气 有一天她突然说她发现了有趣的事 但具体什么事静雅没说 不过因为这件事 玉珍的举止变得很奇怪 还去幼儿园大闹了一场 撕了智律化的话 其他的内因就不知道了 其实静雅并没有说谎 玉珍案发当天 孔经理把磕了药的弟弟背回家 并处理了相关的视频 另一边 刚出院的玉珍老公急匆匆地回到自己的诊所 在办公桌的抽屉里掏出一部手机 她删除了所有的短信联系人 又卸载了一款聊天软件 还处理了一条神秘的视频 然后将手机揣进怀东 就在准备乘坐电梯离开时 美胡找了过来 她不明白为何要诬陷自己教唆杀人 然而玉珍老公一口咬定这就是事实 还将所有责任都推到了美胡身上 因为她导致妻子死了 自己也见不到孩子 反正一定要让美胡为所做的付出代价 这人来到一楼垃圾站 将那部手机重重地摔在地上 本想踩上两脚 可腰部的伤势再是太疼了 就捡起来扔进了最近的垃圾袋里 第二天 美胡非常想念外甥女们 于是来到幼儿园想见上一面 可玉珍公公交代过不让她看 这时美胡发现公事墙上没有致律画的话 她忽然记起奈英说过的话 打听玉珍是不是来幼儿园撒过婆 原来案发之前 玉珍气冲冲地闯进班级 拿走了致律的画册 突然她撇见墙上的那副样子极为震惊 二话没说也扯了下来 至于什么原因年轻的幼师就不得而知了 另一边 奈英独自一人见了小三幼师 谎称照看女儿的保姆不干了 希望她可以帮忙照看 态度突然地转变让小三幼师不知所措 奈英见状赶紧解释 毕竟找个信得过的人不容易 小三又是有她自己的小九九 不过表示要考虑一下 下午放学 长发妈妈提议带孩子们去游乐场 特地邀请了致律和夏律 在孩子们玩的时候 又让玉珍公公有及时先走 她会把孩子送回去的 玉珍公公没有多想欣然地同意了 实际上长发妈妈受美胡所托 用这个办法偷偷地与孩子们见面 期间美胡打听关于玉珍的事 长发妈妈表示自己知道的和其他人一样 况且和玉珍的关系也不亲近 不过她想到玉珍能倾诉的地方 那就是T99论坛 前不久美胡刚刚加进去的那个 因为里面的留言板是匿名的 还有好多专业的医生免费咨询 长发妈妈猜测 如果玉珍真的有无法言说的秘密 应该会在留言板倾诉吧 但留言板的内容非常私密 美胡与孩子们分别时 她问致律为什么不画画 致律表示妈妈不让 原因却不愿意说 当晚 玉珍老公走进一家酒店 包小姐早就在那等着了 她仅仅看了对方一眼 装作不认识的样子 二人一前一后走出电梯 分别走进了不同的房间 玉珍老公刚洗完澡门铃就想了起来 来的人正是包小姐 与此同时 美胡翻遍了留言板 其中一天在老公电脑里 发现奇怪视频的帖子 吸引了她的注意 因为用的标点符号 和玉珍惯用的一模一样 帖子里表示发现视频里 他们在做奇怪的朋友 令人震惊的是被家里的孩子看到了 美胡被留言板上玉珍的话震惊了 她立刻查看U盘的内容 可署名玉珍丈夫的文件家有密码 这才想起来之前 破译时人家介绍的那家店 老板答应美胡会尽快破解 随手就把U盘保存了起来 另一边 静雅怎么都联系不上孔经理 于是便找来了韩秘书 想让她当弟弟的替罪羊 承认是车祸的肇事者 不过看韩秘书的表情 就知道她非常不情愿 与此同时 小奶狗要去参加一个聚会 发起者是耐婴的老公 静雅的弟弟一听可以出去 吵着让小奶狗带她一起 弟弟死死地抓着小奶狗的胳膊 因为一件什么事帮她隐瞒了 所以小奶狗不得不同意 奈婴老公这边 在回家前删除了 与小三幼师的聊天和通话记录 然而刚到家吓了她一跳 小三幼师竟然在家里 奈婴谎称听说她辞职了 又跟女儿关系很好 所以聘请到家里照看孩子 就在这时美胡的电话打了进来 表示想见一面 没想到奈婴老公态度骤扁 立刻就答应了下来 一转头就把这个消息 一路那天奈婴的老公也在现场 没过一会 奈婴老公带着美胡 走进了一家VIP制的酒吧 两个她的同事和小奶狗早就落座了 席间这些人表示 玉珍的老公既有分寸又有钱 还非常宠爱妻子 甚至把房产都转到了玉珍名下 美胡感觉到打听不出什么有用的消息 站起身准备离开 而小奶狗执意要帮她叫车 也就跟了出去 这俩人前脚刚走 俩同事后脚就说了实话 其实他们知道 玉珍老公性取向有问题 还和朴姓院长过分亲密 因为这件事才迫不得已把房产过户给玉珍 没想到美胡突然折返回来 拿走了桌上的手机 没错她录音了 就在二人准备离开酒吧时 喝醉的弟弟拦住了小奶狗 误以为她背着姐姐找包小姐 实际上弟弟从没把小奶狗当姐夫看 羞辱她是个只会花钱的软饭男 自己一定要让姐姐离婚 小奶狗气不过打了弟弟一拳 就在弟弟准备还手时 很快打人的消息传到了静雅镇 她立刻联系韩秘书一同前往 当看过全过程的监控后 静雅恳求安保队长不要报警 多少钱都愿意赔偿 这件事摆平以后 静雅命令韩秘书明天送三千万韩元给队长 另一边 静雅老公把美胡的所作所为告诉给了玉珍老公 她俩似乎有什么事瞒着没有说 而这件事关于刚才的VIP酒吧 第二天 老板通知美胡邮盘已经解锁了 她拿到以后立刻找了个没人的巷子 播放了玉珍老公的秘密 视频的内容让美胡不敢直视 这时她忽然想起来 外甥女之旅应该看过里面的内容 不由地心疼起孩子 于是立刻打给了玉珍老公 要求马上见个面 而玉珍老公正在家里找着什么东西 不过她没有找到 很快二人就见面了 美胡掏出优盘 以为夫妻俩当天是因为这个吵的架 表示会把她交给警局 所以希望玉珍老公可以自首 然而玉珍老公非但不怕 还让美胡尽管去报警 原来警察和玉珍早都知道了 正因这事才会把经济权转到妻子的名下 而且视频里的包小姐收了报酬同意拍摄 也就是说美胡辛苦查到的线索 实际上一点用都没有 但她非常想知道案发那天发生了什么 然而玉珍老公认定就是因为她妻子才死的 因为自从美胡出现以后 玉珍害怕过去被揭露 每天夜里都会惊醒 那天吵架的原因也是因为美胡 她直至死前还打了通电话 所以玉珍老公认为妻子的死都是美胡造成的 不知所措的美胡找了家KTV 打开了署名自己的文件夹 里面有那封银行举报信 玉珍控诉在再婚家庭共同生活期间 美胡引发了一系列的不伦事件 因此二人分开18年未曾联系 不久前美胡突然出现 威胁要揭露自己的过去 还欺骗她接受广告拍摄 让女儿也陷入了危险 因为强烈的不安和害怕患上了神经虚弱 在极度痛苦之下生活 玉珍后悔小时候被动和美胡成为姐妹 所以希望银行采取相应措施 不要让她破坏自己的家庭 直至这时 美胡几乎完全相信玉珍老公说的话 怀疑姐姐是自己逼死的 另一边 静雅命令韩秘书处理好打人事件 以及封好那些人的嘴 但是她不知道 韩秘书对于把自己当狗使唤早就心生怨恨了 她收拾静雅弟弟的外卖 时不小心弄到了衬衫上 这人越喜越气 于是做了个极端的决定 没过一回 静雅公司所有人都收到了举报短信 内容是弟弟嗑药 还有在酒吧打人的视频 同时新闻也播报了相关事件 静雅一下就猜到是谁搞的鬼 不过现在更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 她立刻离开招商会场 可怎么打韩秘书的电话都打不通 静雅第一时间回到公寓楼下的储物室 打开保险箱发现 里面的钱全都不见了 只留有一封韩秘书的辞职信 这人知道静雅肯定会报警 所以保险箱里的钱就当做养老金了 随着弟弟事件的发酵 招商会自然一个投资客都没来 至此伏地魔镜雅变得一无所有 不过小奶狗没有因为这样抛弃静雅 第二天因为两小只香美狐了 所以玉珍公公拜托她来照看一下 临走时把家里的密码告诉给了她 让她回去收拾东西 与此同时 玉珍老公拿出一袋资料 是她花钱雇人查的 不过这件事不能让内婴的老公知道 交代完后就匆匆地离开了酒店 她按照材料上的地址 来到一家名叫玛丽莲的酒吧 而要找的人是这里的妈妈桑 玉珍老公递上玉珍的照片 还没开口就被妈妈桑推了回来 解释很多女孩子没坐多久就走了 她可记不住 说吧起身就要离开 与此同时 美狐收拾完东西准备离开玉珍家 一开门发现门口有个带写的快递 寄贱人名为申惠金 看到这个名字美狐有些吃惊 立刻就拆开了快递 里面是一把钥匙和一封信 信上赫然写着这是你用命换来的 这让她极为震惊 于是根据寄贱人的地址 查到了一家名为玛丽莲的酒吧 另一边 静雅的公司因弟弟事件濒临破产 投资商纷纷撤资 连银行也不再延期贷款 就算卖掉工厂 还有30亿韩元的空缺 她非常不甘心 让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就此倒闭 然而刚到家 就看到弟弟和朋友们 使唤小奶狗伺候饭局 静雅的火一下就上来了 直接掀翻了桌子 静雅气得是弟弟不成才 更期她对小奶狗不尊重 身为家里的老大 过去的20年里 一直对弟弟的人生负责 全都因为是父母的遗愿 可遵守亲情的人 只有自己又有什么用 甚至怀疑弟弟看不起姐姐 从而轻视了丈夫 静雅警告她以后 自己的人生自己看着办 不会再拿一分钱给她 发泄完便赶走了这帮人 然而让静雅没想到的是 看似不离不弃的小奶狗 竟然隐藏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当晚弟弟打电话给她进行勒索 小奶狗说自己和那个女人没有关系 这个女人是谁 又有什么事瞒着没说呢 与此同时 美胡走进了玛丽莲酒吧 向妈妈桑打听申惠金这个人 然而她表示没听过便赶人走 可刚到门口 就听到隔壁里发店老板娘喊申老板 也就是说妈妈桑就是申惠金 美胡立刻折返回去 拿出代写的快递询问 寄件的目的是什么 可妈妈桑好奇美胡和玉珍是什么关系 快递是怎么在她的手上的 美胡谎称是玉珍的朋友 昨天有个人故意放在门口的 妈妈桑一听这话有些意外 捧起快递查看了起来 因为寄件的日期已经过去两个月了 她这才坦白 寄存在这的 但具体什么用途就不知道了 除了这些便什么都不愿再透露 美胡赶紧解释是玉珍的妹妹 这引来妈妈桑的怀疑 刚刚说是朋友 现在又说姐妹 于是再一次把美胡给赶走了 另一边 奈英老公给玉珍老公制定了辩护方向 因为玉珍高中时期发生的事情 所以留下了严重的精神创伤 一直被妄想和焦虑等症困扰 病情愈发严重时 恰好遇见了创伤制造者美胡 导致精神状态急剧而下 最终选择了自残 此外玉珍老公提议找一下 玉珍的精神诊断记录 奈英老公补充 还要有朋友或职场同事的录音 一定要提到美胡的名字 商量妥当以后 玉珍老公接到了妈妈桑的电话 告诉他美胡来找过自己 原来玉珍老公给了他一大笔风口费 特地叮嘱如果美胡来了 什么都不要说 然而当妈妈桑提到钥匙时 玉珍老公心里咯噔一下 他不明白钥匙 为什么会在美胡的手里 凑巧的是 快递宋达与玉珍被害时间刚好为同一时间 玉珍老公挂了电话后 立刻给备注三个点发了短信 如果要是背后的秘密被美胡发现 那么他和三个点都要完蛋 就在这时警察的电话打了过来 通知玉珍老公被列为玉珍案的嫌疑人 尽快到警局配合调查 与此同时 奈英将两条杠的验韵棒 故意放在洗手台上 然后吃饭的时候一口都不动 隔空和老公秀恩爱引起幼师的注意 再表示最近胃口不舒服 这句话让幼师想起自己 因怀孕曾对奈英说过同样的话 反应过来的又是气得有些抽搐 他借口去卫生间调节情绪 恰好看到那根验韵棒 这下五官都聚在一起了 灰溜溜地离开了奈英家 其实奈英并没怀孕 验韵棒是他在妇幼医院的垃圾桶捡的 第二天美胡来到了酒吧隔壁的理发店 在老板娘的口中得知了个秘密 申慧金竟然是玉珍的妈妈 她立刻来到酒吧 可这里大门紧锁今日不营业 于是便回到家给妈妈打去电话 了解一下申慧金这个人 然而美胡妈听到这话态度骤变 直接挂断了电话 另一边 静雅趁小奶狗熟睡偷偷地拿走了她的电话 然后回播给了弟弟 静雅现在只想知道关于那个女人的事 然而弟弟破罐子破摔 表示那可是自己的财路 在一个已经断绝的姐弟关系 反正就是不肯讲 她旁边坐着消失已久的孔经理 第二天美胡找到申慧金 坦白已经知道她和玉珍的关系 没想到这人反咬美胡厚颜无耻 让她不要装善良 更不要再出现在自己眼前 但是美胡觉得有些冤枉 她想要知道发生过什么事 于是申慧金把美胡带到二楼的小房间 这里是玉珍高中毕业后住了两年的地方 全都拜那个自以为是 对玉珍像虐待狗一样的美胡妈所赐 可在美胡的印象里 应该是申慧金和别人跑了抛弃女儿才对 直至这时申慧金才道出事情 美胡妈才是插足的那个人 在申慧金还为离婚时介入了进来 不仅虐待玉珍还散布了那种肮脏的谎言 这家酒吧正是用玉珍霸给的精神赔偿金开的 美胡回想起妈妈曾在学校 肆意诋毁玉珍和申慧金 自己却信以为真 玉珍霸死后债主们纷纷找上门 走投无路的玉珍曾给美胡打过一通电话 但是她没有接到 等来的却是美胡妈 这人甩了三十万韩元 要求就此断绝一切关系 然而玉珍却没有拿 全部撒进了汗浆 得知了全部真相的美胡第一时间来到疗养院 急匆匆地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妈妈 美胡不明白为什么给玉珍母女俩泼脏水 怎么可以厚颜无耻到如此地步 甚至在玉珍被债主追债的时候 还用三十万韩元抛弃她 美胡不得不承认 曾经无知的自己对玉珍来说也是个加害者 然而美胡妈往后一躺 装作心脏病突发 这场闹剧才算收场 美胡离开疗养院 忽然想起破解优盘的老板 她立刻来到小店把钥匙递了过去 老板一眼就看出是公寓储物柜的钥匙 之前她去开过类似的锁 所以记得很清楚 美胡又马不停蹄地来到玉珍家公寓楼下的公共储物室 然而钥匙却插不进去 但门却是开的 里面什么都没有 于是她又来到了保险柜 这边挨个试了起来 终于打开了B19的门 与此同时 玉珍老公接到了申贿金的电话 她想知道保险柜里是什么东西 并且猜到把快递放门口的人不简单 案发当天肯定还有第三个人在 玉珍老公匆匆地挂掉了电话 给三个点发去短信 怪她把快递放在门口 然而对方怪玉珍老公没有守约 玉珍老公简直要气死了 指控杀了妻子的人就是三个点 原来案发当天真的有第三者在场 这边美胡打开了保险柜 可是里面除了半张孩子的话 其他什么都没有 另一边玉珍老公让私家侦探调查一下所望妈 第二天她就来到了警局接受调查 警员不明白玉珍受了美胡的刺激 为什么会捅向自己的丈夫呢 恰好昨晚那婴老公已经交过 玉珍老公就按照妻子患有精神疾病的说辞进行了解释 当晚美胡下班后立刻来到幼儿园 想打听一下话的消息 可是这里早就关门了 里面黑区区的什么都看不清 她就想着去玉珍家里找找线索 恰好在大厅遇到一位快递小哥 和代写的快递同为一家公司 美胡立刻上前咨询 一个月前记得快递上周三才收到 会不会是途中被谁偷了 小哥查询过后表示并未发生意外 既见次日就已经显示签收 而签收的时间是在玉珍被害之后 美胡反应过来 案发当天还有第三人在场 是他拿走的快递 然而物业经理已不能泄露个人隐私为由 再加上公寓走廊的监控早就拆了 拒绝任何人查看 美胡就趁他下班以后谎称自己的快递被盗 成功地在值班人员处查看到了大厅出入门的监控视频 可看清后吓了美胡一跳 放快递的人竟然是所望妈 与此同时 奈英老公刚到地下车位 幼师就找了过来 要求他立刻与妻子离婚 无论奈英是否怀孕 没想到渣男开始心疼起自己的孩子 还怪幼师搞不清楚状况 总之一句话 他是不会和奈英离婚的 让幼师以后也不要再联系自己 殊不知他俩的谈话全都被监听着 原来夫妻俩的所有财产全都在奈英的名下 以前也发生过多起类似事件 不过这一次他决定让第三个小三帮自己作证 美胡这边急匆匆地来到警局 听到他们正在讨论 将不对玉珍老公提起公诉 他就把代写的快递交给警员 提出索旺妈有可能出现在案发现场的猜想 离开警局后 美胡怎么打索旺妈的电话就是没人接 他立刻来到索旺家 然而索旺妈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 美胡一直守在门口等到半夜才离开 盯着他走后索旺妈总算松了一口气 紧接着就把刚买的名牌丢进了储藏间里 另一边 静雅让孔经理调查一下小奶狗 他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第二天 美胡找到索旺妈上班的银行 等了很久都不见他回来 于是就打过去一通电话 没想到却在旁边响了 值班的经理拨了另一个号码 通知索旺妈有个没有预约的客户在等他 这人一下就反应过来转头就走 美胡意识到索旺妈有两个号码 而另外一个正是联系自己地下厅车厂交易的那个 再加上之前所有的信息都是索旺妈提供的 他还试图撬开书房的门 现在串联在一起都是那么的可疑 美胡立刻冲了出去 但是街上没有索旺妈的身影 他便咨询安保有没有见到过索旺妈离开 待得到否定的回答后 美胡鬼使神差地走进了旁边的卫生间 凑巧的是索旺妈就躲在这里 他拨通了那个交易的号码 终于在卫生间发现了索旺妈 并拿出优盘提议做个交易 以删除他里面的秘密为条件 想知道玉珍被害的真相 其实索旺妈之所以害怕美胡 是怕他和玉珍一样利用里面的东西威胁自己 待二人冷静过后 索旺妈道出实情 虽然女儿是他和老公一起领养的 但二人对孩子都视如己出 也不打算告诉索旺真相 为此他还辞去了证券公司的工作 转而应聘了有工作经验的银行岗位 那天舞会和玉珍发生了口角 索旺妈一气之下散布了不好的谣言 没过多久玉珍就约她见了面 挑明了知道索旺是收养这件事 美胡表示没有想要威胁的意思 只是好奇为什么拿走快递又放回门口 然而索旺妈听不懂什么意思 美胡便将快递摆在桌上 又掏出了那段监控视频 索旺妈解释那天是去15楼朋友家 她忽然想起来 那天在玉珍家所在楼层10楼遇见了小奶狗 当时还和玉珍老公通过电话 可惜的是她只听到一句话 美胡决定找小奶狗问个清楚 然而索旺妈叮嘱千万不能透露是自己说的 索旺妈为了活得体面欠下很多钱 还经常对同事说谎 美胡立刻联系奈英 要到了小奶狗的电话 而奈英此时来到了第三个三二的婚礼上 美胡来到静雅的公司 但没有发现小奶狗的身影 又想起奈英叮嘱千万不能让静雅知道 只好给对方发个消息 约晚上8点地下停车场面谈 就在这时 申慧惊的电话打了过来 她晚上要见美胡一念 另一边 孔经理向静雅汇报小奶狗的履历很干净 还劝她不要怀疑自己的丈夫 然而带静雅走后 她就立刻联系了小奶狗 原来这人出了更高的风口费 没想到静雅突然折返回来 播放起了刚才二人通话的录音 孔经理这才说实话 玉珍死之前频繁地和小奶狗见面 好像是抓到了她什么把柄 弟弟也是碰巧看到的 原来玉珍死亡当天 怎么都联系不上小奶狗 她回到家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半了 静雅有些动摇 丈夫会不会真的和玉珍的死有关 此外孔经理还透露 小奶狗是故意接近静雅的 话分两头 小奶狗拿了存有八亿的存折 因为她以为美胡和玉珍一样会威胁自己 当晚生会惊鲜和美胡碰了面 她其实就是想利用消息换些钱 同时奈英在电梯偶遇小奶狗 她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美胡 美胡拜托奈英把她拖住 于是奈英就以和静雅和好 想要送给她的孩子一份礼物为借口 让小奶狗和自己去家里拿一下 另一边 美胡听完生会惊的消息 坦白已经知道当天有第三人在场 而且那个人拿走了快递 她痛恨亲妈为了钱 竟然真的用女儿的死做交易 美胡没有理她转身就走 殊不知他们的谈话全都被人给偷听到了 美胡立刻来到奈英家门口 询问小奶狗快递的事 然而她坚持自己并不知道 可当提起玉真时这人显得异常激动 就在这时 静雅找了过来 她一把护住小奶狗 警告美胡不许再接近自己的老公 二人就离开了 回到家静雅还是按捺不住疑惑 问小奶狗玉真案发当天为什么不接电话 回来也那么晚 小奶狗受够了把她当成孩子一样 嚷嚷有什么事自己可以解决 另一边 奈英老公和玉真老公庆祝 案件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 奈英老公好奇案发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知道是喝得太多 还是以为案件真的结案 玉真老公说出了心里话 案发当天夫妻俩不知道因为什么吵了起来 她攥着玉真拿着匕首的手 捅向了腹部 她承认是自己捅的妻子 紧接着解释开个玩笑而已 况且就算是自己做的 一没动机二没证据 谁能相信呢 奈英老公提醒她 虽然玉真案已不起诉结案 但如果有人发现了重要线索 将会很难办的 原来玉真死亡的前四天 玉真老公在另外一个黑色U盘里 听到了一段让她震惊的录音 所以这人才会捅死妻子 房间里确实有第三个人在场 而那个黑U盘在三个点的手中 美胡在钻石U盘里 没有找到关于小奶狗的黑料 于是翻起静雅的社交动态 在其中一条回复下面 有个人的名字和她很像 一下就反应过来 这人就是之前在酒吧打架静雅的弟弟 立刻私聊他想见面聊一些关于小奶狗的事 弟弟倒也痛快 答应了美胡的请求 不过需要巨额的信息费 一转头 这小子就把见面的消息通知给了小奶狗 打算两头都弄些钱花 第二天一早 奈英决定离婚 咨询完专业的离婚律师回到家时 幼师正在门口等他 还没说话就哭得像得累人似的 这人表示自己被三了 对象总是纠缠得没完没了 还经常承诺会离婚 然后和他在一起 自己的良心受到了极大的谴责 这次来就是坦白的 然而话还没说完 奈英一把攥着他的手 安慰三能体会他的心情 反问今后是想和有夫之夫结婚 还是彻底结束呢 三嘴上说着想结束 却话锋一转提到了肚子里的孩子 让人没想到的是 奈英站在道德的层面 谴责三破坏了别人的家庭 对不起男人的妻儿 怎么能做被人一辈子说是三的事呢 虽然那个渣男被离婚也是活该 但他的妻儿有什么错 又是没理要三分 表示对象出轨做妻子的也有问题 奈英不这样认为 他觉得出轨的男人没有一个是正常人 劝三迷途知返 赶快回归正常生活 还特地叮嘱 渣男的妻子应该不会一无所知 此时他在想什么做什么仍在犹豫 但绝对不会以单纯的离婚来收场 又是没想到自己来逼宫 却被奈英对得无话可说 刚下楼就打给了奈英老公 透露绝对不会独自完蛋 死也要拉着他垫背 奈英老公简直要气炸了 表示就是死也不和他结婚 殊不知二人的谈话全都被奈英给录了下来 但意外发生了 奈英呕吐不止 看样子是真的怀孕了 当晚美狐和静雅弟弟见了面 这人猜到他怕小奶狗被玉真威胁 所以才会杀人灭口 还透露小奶狗有一个足以让他杀掉玉真的秘密 就在这时静雅推门走了进来 对着弟弟一顿抱锤 锤完弟弟又狂善小奶狗 原来他早就知道弟弟拿小奶狗以前做男公关的事相威胁 但静雅不相信小奶狗会为这么点事杀害玉真 他一把抢过他的公文包 从里面掏出存折丢在桌上 其实小奶狗对于勒索一直都是祈求和给钱的态度 静雅不相信这样软弱的老公会杀人 美狐拿起存折看了看 认为八亿多韩元的封口费太过昂贵 怀疑还有另外见不得人的秘密 静雅抄起酒瓶杂的稀巴烂 以此向美狐证明委屈能让人多疯狂 他为了守护家人什么都能做得出 这场闹剧才算收场 静雅三人离开后 小奶狗想解释一下 静雅嘴上说当初和小奶狗结婚 相中的是他听话而不是爱 如今看来和新女人写的男人没什么区别 不停地花自己的钱 与弟弟一个德性 可一转头就警告弟弟 他不会抛弃小奶狗 以后再敢威胁的话 不会再念及姐弟之间的亲情了 第二天 美狐的同事查到小奶狗在欲真死亡 当天和朋友们在聚餐 一转头看到静雅站在公司大厅 他猜到是索旺妈冤枉 小奶狗出现在了十楼 可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 美狐拿起静雅提供的资料 震惊地说不出话 原来索旺妈买下了现在的住宅 不过以她的能力根本承担不起 贷款加上利息每个月要偿还好几百万韩元 静雅了解到她去年追加了贷款 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下场通常不会好 然而这么拮据的生活 每天还戴着昂贵的首饰 穿大牌的衣服 静雅挑明夫妻俩没有动机杀害玉真 而大部分的犯罪动机无非是婚外情 仇恨又或者是钱 与此同时 小奶狗将812000万韩元全部体现 至于做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送走了静雅后 同事想不明白 如果小奶狗或者索旺妈其中一人是凶手的话 玉真老公为什么要包庇她 就在这时索旺妈发布了一则动态 她正在美湖上班的公司培训 可当美湖找上门时 二人恰好错开了 不过这次来还是有收获的 她在同事的口中得知 索旺妈是屈销罐 项目产品卖了30多个亿韩元 她本人也买了好几个亿韩元 当晚玉真公共因手部受伤 拜托美湖照顾梁小芝 就在一行人乘电梯的时候 神秘人也跟了进来 不停地观察美湖 还偷偷地跟在后面 看着他们进了门后 整个人变得异常愤怒 待美湖把梁小芝哄睡后 同时前脚刚走 玉真老公后脚就回到了家 孩子们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 非常想念爸爸 就在这人哄孩子的间隙 美湖在卫生间里发现了 玉真老公的手机 就在她解锁的时候 一条短信发了过来 内容是明天见个面 这件事一定要带到坟墓里 玉真老公走了进来 幸好的是美湖的手够快 可玉真老公还是发现了 美湖不对劲 让她管好自己的嘴 还拿出毛巾试图威胁 幸好孩子醒了 美湖这才躲过一劫 不过这件事让美湖非常后怕 一个晚上犹如惊弓之鸟 当她再次醒来时 玉真老公早就离家而去了 书房被翻得乱七八糟的 美湖和同事一致认为 发短信的人肯定是和 玉真老公合谋杀害妻子的共犯 不是所望妈就是小奶狗 美湖决定跟踪她俩 当晚就蹲守到 这俩人同时出了门 分别坐上了两辆出租车 经过路口时 索望妈坐的车要右转 美湖想起静雅说过的话 以及索望妈近期的反常表现 决定跟踪她 话分两头 静雅一天都联系不上小奶狗 回到家发现 她留了一张离婚协议书 这人卷款跑路了 二人组跟踪索望妈 来到一家宾馆 发现她上了二楼 美湖立刻爬楼梯追了上去 原来索望妈要见的人 正是玉珍老公 而案发当天的神秘人 也可以说是凶案的目击者 就是索望妈 美湖掏出手机 拍下二人碰头的照片 玉珍老公立刻上前制止 声称索望妈才是凶手 索望妈一听这话 扯着嗓子嚷嚷 自己看到了全过程 争吵声惹来了旅馆的服务员 趁美湖开门的间隙 索望妈撞开 玉珍老公夺门就跑 美湖立刻追了出去 劝她向警方 坦白那天看到的一切 然而索望妈急得直跺脚 她什么都不肯说 不希望牵扯进玉珍死亡案 只提醒美湖 公共保险箱里的话是致力化的 好好调查内的 因为她就是证据 突然玉珍老公拖着索望妈 美湖见状赶紧拦住 可这人趴在索望妈耳边说了什么 她竟然主动挣脱美湖 跟着玉珍老公走了 原来玉珍死亡后第15天 索望妈来到医院勒索 刚苏醒的玉珍老公 透露那个东西在自己手上 与此同时小奶狗打算带着钱去国外生活 另一边的静雅似乎也对她死心了 这时有人按响了门铃 她满怀期待地去开门 发现是送快递的 突然小奶狗提着钱回到家 她表现出很爱很爱静雅的样子 然而大瓜来了 静雅说她不是喜欢玉珍吗 原来弟弟把看到的全都告诉给了静雅 她撞见小奶狗给玉珍写了张纸条 可这人似乎很嫌弃扔在了地上 内容是想表达心意 晚上八点停车场不见不散 小奶狗拼命解释 只是一闪而过的感情 其实玉珍起初用她鬼混的照片威胁 小奶狗很怕静雅知道 承诺让自己做什么都行 玉珍欣然地答应了 结果没过多久她俩就滚了床单 小奶狗自以为失去了长期的饭票 正懊悔不已 万万没想到 静雅竟然主动原谅了她 至于原因后面再讲 第二天 美狐堵到了所望吗 可她一改昨晚的态度 不仅不承认昨晚说过的话 还表示什么都不知道 美狐只能把目标放在那半张画上 可玉珍不让志律画画 只能以玩游戏的方式 诱导孩子画出原画的内容 另一边 静雅把离婚协议书放进保险箱 里面赫然地有她搜集玉珍的黑料 原来为了反制玉珍的威胁 静雅一边让奈英不要轻举妄动 一边命令孔经理收集到了玉珍的把柄 之后挑明了这件事 然而玉珍知道静雅最在乎的是小奶狗 才会故意地勾引她 也就是说一切都是幸福对决者的货 静雅拿着黑料准备交给美狐 与此同时 志律也画完了那幅画 可让人疑惑的是 她家只有四口人 画上却多了一个 志律说是她的姐姐 而静雅手上的就是姐姐的照片 那个神秘人竟然是玉珍的大女儿 可当她打算详细询问的时候 静雅找上了门 把调查到玉珍的黑料递了过来 她感觉应该有些帮助 美狐拿着大女儿的照片 到玉珍的结婚照前仔细地比了比 还真有几分相似 另一边 玉珍老公越想越气 高价雇人想要教训一下美狐 而所望妈不停地受到玉珍老公的威胁 她不得不把计划提前 将名下的住宅低于市场价 一亿含元卖给长发妈妈 并且要求尽快完成签约 第二天 渣男老公主动要求送女儿去上学 她前脚刚出门 奈婴后脚就开始了驱逐计划 划分两头 奈婴老公虽然和幼师三分手了 但是送孩子的间隙又看中了长发幼师 所以说狗改不了吃屎 奈婴老公回家的路上偶遇一名快递小哥 这人一直跟着他到了家门口 快递小哥给了他一份快递 他拆开以后简直要气疯了 因为没想到妻子竟然敢提离婚 奈婴也不多废话 掏出厚厚一打资料丢在桌上 全部都是出轨的证据 原来渣男从孩子刚满百天就开始 一直到现在从来没停过偷心 先后与四名幼师滚过床单 其中老三还怀了身孕 奈婴已经醒悟 想要依赖某个人生活是多么愚蠢 曾经以为自己没有老公 孩子没有爸爸就过不下去了 所以让渣男滚出这个家 自此内因老公净身出户 与此同时 美胡来到玛丽莲酒吧 掏出大女儿的照片摆在桌上 他已经查到是玉珍在这里生活时产下的孩子 一直由申慧金抚养 原来当初 玉珍老公威胁他保守的秘密就是这件事 美胡猜测以玉珍老公的自尊心 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然而申慧金却表示 那孩子如果是玉珍的警方早就调查出来了 无论是出生证明还是领养记录 尽管查就好了 那之旅为什么会亲口承认有个姐姐呢 申慧金认为那是玉珍死之前精神错乱乱说的 于是美胡提出了去见那个孩子的请求 这里剧透一下 大女儿朱雅喜欢上了一个大叔 经常在社交平台上秀高档消费记录 小伙伴们以为她做了小姐姐 而此时这人误以为美胡是自己的亲妈 美胡在酒吧等了很久都没有等到朱雅 两小指自然是拜托同事来照顾的 他们视频通话完以后 同事在倒垃圾的时候 一转身丢东西的人就不见了 美胡得知这个消息立刻来到小区 另一边 长发妈妈在签合同之前有些担心 没有中介陪同就直接进行交易 索望妈一听这话 立刻表示已经便宜那么多 实在是不想再交中戒匪 假意取消交易 长发妈妈见状立刻答应了下来 与此同时 美胡带到了朱雅 等她看清对方样子后 忽然反应过来她就是玉珍的大女儿 这时朱雅嚷嚷 难道只有智律和夏律才是女儿吗 自己算什么 原来她从来没见过亲妈的样子 那天偶然听到外婆要和女儿见面 就尾随身会经偷偷地记下了玉珍家的住址 之后误以为美胡是自己的亲妈 朱雅不明白为什么抛下自己 说着就不争气地哭了出来 美胡看着大外甥女的容貌 简直和高中时的玉珍一模一样 她解释自己是他们的小姨 朱雅问她那个女人在哪 美胡没有说话 朱雅猜到亲妈可能死了 她先是放肆地笑了几声 宣泄着这么多年的委屈 很快又忍不住地抽气了起来 因为那个朝思暮想的人还没谋面就不在了 朱雅很想知道妈妈是怎么死的 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美胡拗不过她 带回了玉珍家 顺便通知申会经朱雅今天不回玛丽莲了 得知这个消息的申会经明显很慌张 立刻让美胡马上赶朱雅回家 就在这时 朱雅看到了玉珍的结婚照 可注意力全聚焦在玉珍老公的身上 她的眼中泛起泪花 整个人愣在了原地 美胡挂掉电话后走到朱雅旁边 与此同时 玉珍老公得知了朱雅和美胡在家的消息 飞快地赶回住宅 着急地就像疯了一样 原来朱雅认出了结婚照上的玉珍老公 不自主地回想起和大叔相遇的情形 这人出手非常阔绰 小女孩本以为遇到了爱情 没想到居然是亲妈的丈夫 一瞬间朱雅的信念全都崩塌了 转身就要离开这里 美胡赶紧拦住她 询问是否认识玉珍老公 朱雅嘴里不停地嘟囔不认识 情绪逐渐变得失控 美胡似乎想到了什么 紧紧地抱住了大外生女 任由她在自己的怀里放生痛苦 然而门外的玉珍老公 正在偷听屋里发出的声音 她预感情况不妙 立刻联系杀手赶紧行动 没过一会 深会经把朱雅接走了 美胡立刻向警员透露了线索 朱雅靠自残的方式 获得平台上的关注 然后再发布包小姐的信息 成功地吸引到了变态的玉珍老公 后来玉珍也知道了这件事 并且看过二人滚床单的视频后 便发生了夫妻争吵误杀的一幕 第二天一早 警员就找到美胡 猜想玉珍撕掉的那幅画和致力画是同一幅 她在死之前把碎片冲进了马桶 因过多的走动导致其失血过多死亡 美胡再一次堵在索望家门口 认定索望妈肯定还知道些什么 晚上同事找到美胡 提一先出去吃点东西 就在二人刚走出大厅的时候 杀手突然出现了 同事替她挡住一棍 把同事送到医院后 美胡气得浑身颤抖 她在身会惊的口中得知了玉珍老公的住址 就立刻来到了酒店 美胡猜到幕后主使就是这人 忽然她瞥见桌上摆着索望妈的多份房产买卖合同 二人互放狠话后 美胡气冲冲地离开了酒店 第二天 索望妈又找到一个买家 其实她是一房多卖 获利共计30亿韩元 很快同事在工作群打听到 分店的职员买了索望妈的房子 美胡想起静雅说过 长发妈妈准备购买索望妈的房产 就立刻打给了她 叮嘱其立刻向银行申请停止支付 与此同时 索望妈把所有非法获利全部转到了海外 然后带着孩子准备跑路 就在打车的时候恰好被美胡给带住了 让她清醒一点 明明知道那些都是血汗钱 为什么还要去骗别人 这样下去是重罪 不为自己也要考虑一下女儿啊 待索望妈冷静过后 她交代一直很羡慕欲真 因为这人看起来拥有一切 自从被威胁以后 索望妈千方百计地拜托玉珍保守秘密 然而那天夜里 突然发现她神情慌张地冲进了公共储物间 索望妈就跟在了后面 而玉珍似乎忘记拿什么东西了 静止地冲了出去 索望妈趁着这个空档打开了保险柜的门 很快玉珍就回来了 偷偷地把一个东西放了进去 殊不知二人的谈话全都被玉珍老公监听着 那天索望妈撞见她储存了一个黑色U盘 于是立刻找到玉珍的老公 请这人拿走U盘 起初她还很不屑 可当听到U盘是黑色的时候 整个人的态度骤变 因为玉珍老公曾听到过 U盘里有妻子雇凶谋害自己的录音 这里有个细节 她只听了前半段 必想到这 玉珍老公提议索望妈去偷黑色U盘 然后和自己交换存有她把柄的钻石U盘 可索望妈打开保险柜时 里面什么都没有了 她在案发当天堵住玉珍老公 这人怕被别人发现 拖着她慌张地躲进了家里 刚进屋索望妈耍了个小聪明 谎称拿到了黑色U盘 想要先做交易 就在这时传来了门禁解锁的声音 于是玉珍老公就把她藏了起来 之后目睹了玉珍找上门 以及夫妻俩争吵乃至拼命的现场 玉珍听后整个人特别难过 不明白既然玉珍雇人杀夫 那死的怎么会是她呢 就在索望妈将要讲出事情时 手机突然收到玉珍老公发来的威胁短信 所望妈下的不知所措 立刻把玉珍赶出了家门 一转头 玉珍老公开始寻找黑色U盘的下落 玉珍也翻遍了玉珍家每一个角落 不过她俩谁都没有找到 第二天 奈英来到幼师三星的工作幼儿园 当着家长和同事的面 把出闺女精神损失费索赔诉讼书交到了她的手上 这里她可能混不下去了 幼师三拦住了内英 质问她做的会不会太过分 然而内英告诉她 只要自己还活着 就会让她明白究竟是哪里做错 回到公寓 奈英遇到了静雅 她主动邀请对方和解 原来有个东西叫律师道德纲领 奈英老公之前替美胡辩护 现在又做回玉珍老公的顾问 她想让渣男受到惩戒 但需要美胡的陈述作为证据 静雅能够体会内英的难处 聘请她到自己的公司上班 因为就目前而言 她需要的是自己人在身边 至此二人重归于好 另一边 奈英老公被幼师三给检举了 控诉她伪装成高质量单身男性 这时玉珍老公的电话打了过来 威胁她违反了律师法 如果还无视自己的话 就让她丢了饭碗 很快二人见了面 自从知道黑色优盘不在所望妈着 玉珍老公一直在找 她分析案发至今无事发生 就说明不在警方手里 但家里公共储藏 是个人保险箱都已经翻遍了 还是找不到 那英老公让她好好想想 除了所望妈 还有谁看过优盘里的内容 这话仿佛点醒了玉珍老公 自己的女儿智律 曾画过优盘里的内容 她立刻借了内容老公的车子赶往了幼儿园 与此同时 玉珍老公接到了长发幼师的电话 玉珍老公把孩子们接走了 于是她立刻来到玉珍家 恰好坐电梯时被静雅和奈英给看到了 他俩想着惩戒前夫的事 所以打算跟上去问问 这时的玉珍老公问智律 知不知道黑色优盘在哪里 玉珍突然闯了进来 玉珍老公扯着孩子就要往外走 丝毫不顾有没有吓着他们 出门时恰好被静雅和奈英给堵个正着 她觉得再怎么算计也不能对孩子这样 然而玉珍老公像发了疯一样 一把掐住了美胡的脖子 静雅把一行人送回家 她有些放心不下 又独自返回了玉珍家 与此同时 美胡不惧威胁 声称绝对不会放弃调查姐姐死亡一案 还说出她拍小视频的事 这让玉珍老公觉得她和死去的妻子一样 一瞬间就失去了理智 死死地掐住了美胡的脖子 美胡用力一顶 趁着对方吃痛就往门口跑 却被这人一把给拽倒了 幸好静雅敲门的声音分散了玉珍老公的注意力 美胡这才得以逃脱 玉珍老公夺门就跑 此时算是告一段落了 一转头 致律告诉美胡 爸爸问自己看没看到妈妈的黑色U盘 他记得是在卧室的柜子里发现的 而此时玉珍老公站在楼下望着自己家 终于明白垂死的妻子为什么不求救 原来是要拿黑色U盘 美胡返回玉珍家 开始了案件复盘 案发当天夫妻两个起了争执 一番折腾过后 玉珍老公握着妻子的手捅向了她的腹部 然后她返回房间准备报警 没想到玉珍趁其不被将其反杀 之后又不顾伤痛走进孩子们的房间 扯下一家五口的话 撕碎并冲进了马桶 再然后从抽屉里拿出黑色U盘 最后的地点是阳台 美胡不明白 到底有什么事比生死还重要 其实玉珍凭着最后一口气 给美胡打了一通电话 反复地问之不知道密码 帮她删掉什么东西 不过当时美胡没有明白什么意思 最终玉珍敲碎阳台的玻璃 将幽盘丢下去的同时 自己以奇怪的姿势死在了护栏上 美胡终于想通 姐姐生前想隐藏的是真正的幸福 而死之前则是想隐瞒虚假的幸福 于是她立刻冲下楼 在花坛里寻找幽盘 恰好被玉珍老公给发现了 黄天不负有心人 黑色幽盘还真被美胡找到了 她立刻连接手机查看里面的内容 照片都是玉珍和前夫还有女儿朱雅的 美胡又播放起了录音文件 原来玉珍请人杀掉丈夫 凶手为了自保录了一段二人的对话 后半段她却突然醒悟 觉得自己太过冲动 才做出这样荒唐的决定 随即取消了计划 万万没想到凶手对录音进行了剪辑 删除了后半段录音 玉珍老公听后反聘杀手计划杀掉妻子 听到着她捡起一块石头 想打晕美胡抢走黑色幽盘 恰好这时同事的电话打了过来 玉珍老公这才放弃了行凶的想法 一转头她打电话给美胡 为刚才的事表示抱歉 然后话锋一转称现在和朱雅在一起 为了自证还发了张照片 美胡按照指示来到地下停车场 不过她并没有看到朱雅 美胡刚坐上车 向其索要黑色幽盘 美胡只能交了出来 同时悄悄地给警察发了个消息 玉珍老公一拳把美胡给打晕了 当她再次醒来 不知道车子正开往哪里 玉珍老公找到幽盘心情好了很多 承诺只要聊开了就放了她 不过美胡却不相信 忽然她发现有个追踪器 于是趁玉珍老公不注意偷偷地攥在了手里 与此同时 纳因根据追踪器的行动轨迹 定位到了美胡的位置 玉珍老公一路开到江南区的某地下停车场 她在熄火的时候 她回想起玉珍用自己拍的小视频 逼迫签下转让公寓那天 那副轻视的表情让玉珍老公非常生气 后来她暗中调查妻子 发现朱雅是玉珍的大女儿 目前寄养在妈妈的酒吧里 为此二人大吵了一架 受了气的玉珍扬言要把丈夫拍的小视频公知于众 后来她无意间发现了大女儿的明明牌 意识到丈夫伤害到了自己的大女儿 想到这 玉珍老公将美胡拖出车外 她手里的定位装置掉在了地上 那因这边的信号突然中断 而静雅似乎猜到他们可能在哪了 玉珍老公挟持美胡 来到了她经营的诊所 然后将其绑在了椅子上 其实这人打晕美胡后 就用她的手机给自己的手机发送了消息 做出预约诊疗失眠的伪证 并重点叮嘱务必关掉监控 玉珍老公不急不忙地抽了一管麻醉剂 可要给美胡注射时却停了下来 她想要利用感情说服对方 称二人都被玉珍骗过 应该能够理解自己 那样的女人有多令人抓狂 然而美胡不明白 玉珍到底做了什么 非要杀人灭口不可 可转念一想 这种败类渣男杀人根本不需要理由 甚至事后还陶醉在自我怜悯之中 现在她一心求死 那样玉珍老公的所作所为就会公之于众 玉珍老公却说如果当天你遭遇了我所遭遇的事 你会有自信不会和我一样吗 原来案发当天 玉珍曾说过这样的话 这话深深地伤害了玉珍老公的自尊 就在她决定对美胡行凶时 保安突然找上了门 整栋大楼要关门了 实际上玉珍老公早就和安保队长打过招呼 还让她关掉了监控 趁着人和保安纠缠的间隙 美胡正脱了捆绑 没有呼救 而是藏在了前台的办公桌下 看着她返回诊室就去开诊所的门 然而玉珍老公发现美胡不见了 疯了一样的挨个房间寻找 原来美胡没打开门又藏了回去 她拿起垃圾桶的针管打算防身 发出的细微声音吸引了玉珍老公的注意 这人瞬间就猜到了美胡的藏身位置 不慌不忙地吹起口哨 享受这种狩猎的快感 并且透露了一个秘密 其实玉珍本可以活下来 案发当天她没有立刻昏迷 有充足的时间报警 可玉珍老公故意没有那样做 间接地害死了妻子 美胡鼓足勇气 突然站起身将针管刺进了玉珍老公的胸口 趁她吃痛的间隙逃出了诊所 然而没跑两步就被追上了 与此同时 静雅一行人来到了诊所所属大厦 他们听到楼道里传来喊声 立刻乘上电梯 可来到诊所却一个人影也没看到 静雅提议先报警 然后分头寻找 同事在楼梯间里发现地上有血迹 她跟着血迹一路回到了电梯口 此时玉珍老公拖着虚弱的美胡来到了天台 她自知计划已经败露 想着和美胡同归于静 二人正撕扯间静雅他们找了上来 一行人拉住美胡 不让他掉下去 而玉珍老公开始呼救 祈求大家把他拉上去 面对害死亲如姐姐的渣男 以及不负责任父亲的忏悔 美胡选择让他接受法律的制裁 在静雅几人的合力协作下 这才把玉珍老公给拉上来 最终真凶被警方逮捕 所望妈同意出庭作证 关键证据黑色U盘里的内容 其实美胡拿到的第一时间就做了备份 可以说这一次使人证悟证据在 几天后美胡插上钻石U盘 打开了玉珍检举她的举报信 看着里面的内容 回想当初姐妹之间的过往 忽然美胡偏见这篇文档有四页 她立刻挪到举报信的最后 原来玉珍还留了几句话 不明白美胡为什么那样对她 曾经因为妹妹自己又过着怎样的生活 玉珍虽然觉得美胡是个坏女人 但对自己来说 美胡又是她真正意义上的家人 无论别人说什么 她始终认为美胡是自己的妹妹 同时也是最亲近的朋友 玉珍一度认定自己会恨美胡到死 可再次相遇却改变了想法 她自嘲自己像个傻瓜 美胡至今才真正地理解了姐姐的心意 她做了个算是救赎的决定 照顾玉珍的孩子们 美胡成了治虑和义虑的监护人 故事的最后 静雅原谅了小奶狗 纳英也踹掉了渣男老公 所望妈郎当入狱 对曾经的好友长发妈妈道歉 故事也在这里结束 感谢与小帅一同看完这部剧 我们下部剧再见